我是个内心非常善良的领主,不仅践踏了农民勃勃的道路,还为了一己私欲当街强行如否八明受了,领地子民不但不计讽,还非常应待称我为千年来最英明神武的大领主,是因我觉醒了反派领主戏,不能正常的提升修为,只能不断地做坏事才能变得强大,领地子民主,其实以前我也是进攻恶魔领主其中的一员主力战亭,只因圣女若一被荒银无度的恶魔领主羞辱后自己生了,众多功伐的故事不要命,是要拿命堆也要堆死恶魔领 经过消耗无数副隔壁终于成功的把废掉的领主掉的成人生,我大吼一声要没收他作案工具,冲上去靠着他的小鸡仔就是一刀,就在我自认为帮圣女报仇许分之时,突然感觉全身一层电流眼前开始虚幻起,正当我不知所措时,现实当中正好在游戏机械设备中,被电的双眼翻白,轻惊爆起,张嘴大喊却发不出声,紧接着他有庞当一声落下关闭的游戏设备,我在里面被电了八分钟,口冒白烟,本以为到此结束,突然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习,脑子天旋地转接着就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发现变成了一个阴影,我居然投胎成为了贵族子,18年后的今天是我的成人大,曾经除恶阳善的战神即将成为恶魔领主,想起以前恶魔领主的下属,发誓一定要当一个人见人爱的,就在我幻想未来美好生活时,系统画面突然出现在人,系统已击,最强反派系统为你读,我连忙表示不要系统,一脸惶恐的就要把你推走,温馨提示,玩家马上降落死,宿主乃是命中注定必死的话,是否继 继续解读系统,看着面板中的提示瞬间呆住,什么鬼命中注定死,有什么能改变命运的方式,按照前领主的命运,宿主无法摆脱被玩家杀死,不非有本系的方法,虽然嘴里说着前领主被玩家干掉是因为可坏是作戒,我发誓做个好领主不就行,但内心其实已经慌得一批来,系统生在此了,宿主无法自行修改世界形,只能通过本系的提升使用,规避死结,横竖都是死我还有选人的,那就绑定你,最强反派系统绑定成功,宿主需要完成反派系� 在剧情任务,比如收集亚人女儒,狐杀玩家,凌辱圣女等等,任务完成后相应奖励和抽奖功能,本能地想到凌辱圣女没什么,何被一群兽儿娘好好伺候的行者,脸红心跳口水自然而然地流出,突然想到了什么,我看着那些缺的任务破口大骂,这不就是要步入前领主的下场,可老狐狸的系统表示拒绝任务没有讲,预测宿主未来的三个结局,一是被强行变成兽儿,二是弹碎鸡王,三是宿主一命呼,系统换号,我当即暴怒指 拒绝系统是不是玩不起,可是等不到系统的任何回忆,带着糟糕的心情,我只能先去把成为领主的仪式完成,骑着战马一脸阴沉地朝着目的地上去,四周传来子民们不断地站起来,这一刻我成为了万千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但也有细心的子民发现我脸色阴影,经过我激情高昂的演讲和繁琐的步骤,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寿风仪式,回到房间我疲惫得不等,本想好好地睡一觉,放松的精神被突如其来的系统声音下了一大滴,公布日常系统反派 我严肃抗议系统的神出鬼没,表示还没被玩家杀死就要被系统吓死,系统直接无视了我的伺候,任务一践踏领地蔡云,任务二抢走小孩棒棒堂,任务三调打一位子,看着这些弱智任务,我堂堂一个大领主,居然要变成地痞流氓去欺负那些老师,温馨提示,此次任务为新手任务,之后任务被源源不断地增进,宿主理应要懂得珍惜,完成三项任务有几率奖励暴击,我满脸不在意地表示奖不奖励无 主要我就是喜欢做任务,随即呼喊来贴身互问,骑着战马表面是巡视领地爱护人,实则是寻找任务目标,不作时就发现目标之一,只见一个小屁孩手里拿着一个棒棒,还表示认识我是新上任的领主,我可爱可亲地和他东阿西城,可鬼惊的小孩发现我的目标居然是他手里棒棒的意思,立马翻脸表示不认识,扯着喉咙就哭喊让我去告诉你,经验不足第一次干坏事的,立马承诺只要把棒棒堂给我,你今年的棒棒堂我给你包围了,系统连忙温馨 请妇主不要把系统当成,被迫无奈我只能引起头皮,伸出了最热的事,眼见失去棒棒堂的小孩无天,我内心羞愧不顾,什么狗任务,让我一个大领主欺负一个小孩,感觉比去当街墙抢少尔娘还无耻,此时正是大丰收的事故,农民伯伯看着金灿灿的水道满脸笑,当他转身时看到一群恶门,正在他劳动成果上随意解,完事后我趁着系统不注意偷摸留下几枚精灯,刚还要死去活来的农夫瞬间露出满意的笑,完成第二个任务 我继续在街道寻找目标,不经惆怅第三个任务太不要脸,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卷叫卖声,只见一群楚楚狠,焦落的瘦尔娘被铁链死铺脖子,连成一串,毕明猥琐男正在大声地吆吓售卖瘦尔娘,我黑黑一笑来到他跟起,接着男子就被捆绑起,毕明顾位卖力地抽打,我连忙大声表示逢经以后不允许非法买卖压人的朋友,瘦尔娘的文言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表示愿意为领主大人做牛做,复 进几名们的夸赞和赞美声不断着,我瞬间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回到家的我春风得意,立马照出系统领取奖路,系统直接弹出一个抽奖面,检测宿主已完成日常任务,请点击中间圆圈内开始抽奖,指针经过9981圈终于停留在装备一年,恭喜宿主获得碎龙者重型板几,三倍暴击机机会,恭喜宿主获得英雄级骑士板几,看着霸气无比的精良战争,我彻底被系统奖励沦陷了,迫不及待地穿上刚得到的战争 直接来到训练基地,看到正在操练士兵的国家,连忙招呼他过来一起,看着少爷身上金光闪闪的站子,表示自己的夺眼马上就要被省下了,没空搭理他的马屁,直接表明了来意,两人坐着战前的转,管家剑步如飞地朝我冲锋,是要一招把我打趴下,不亏是大地骑士,这气势,这威压,还有一股血腥味,接着就是武器撞击清脆的声音,我两军势力敌的各自倒飞出八明眼,管家满脸意外,表示少爷进步不小,接下来就是管家无休止的进攻,我只 我只能被火防御,他的攻势越来越凶狂,随着大战三百倍,我们依然未分之胜利,最后我们挺着查讨论着我,真没想到这个铠甲配合我的斗气防御效果,真是天象的,脑海里突然焕起来,那些兽儿娘对我强大的实力和征服的话,夜里我正梦见一群兽儿娘在骑马,系统声音毫不留情地坦了,丁,请注意,点测玩家即将降龙陈光阵,本想错口大骂嘴气,二无名,突然惊醒过来,玩家居然来得这么快,我是个内心非常善良的领主,不仅践踏 看了农民薄薄的道路,还为了一己私欲当街强行掳走八名兽儿娘,这天我正在做着美梦,梦里正在教兽儿娘们骑马打断,丁,脑海突然传出系统冰冷的声音,玩家即将降临陈光阵,清晨我早早就出发前往陈光阵,刚到冷清的街道就听见拳打脚踢的声音,闻声过来发现是一群小孩正在殴打一名兽儿娘,可怜楚楚的兽儿娘瘫倒在地,无助的眼里闪烁着泪花但却没有哭哼,我二话不说冲上去抬起手,啪的就是一巴 接着就是反复的这个动作,你这个小片还毛都没整,就在这里欺负人,随后我抱着伤痕累累的小女孩走在街道,丁,系统声音在脑海里响起,系统升级成功,是否查看新功能,这狗系统居然还能升级不错不错我要查看,丁,恭喜宿主获得信息数据化可视功能,哦吼,那我不是能随时随地查看他人的基本信息,这个功能太苦了,接着系统表示宿主每次躲过一次死结,将会获得命运锁链,当前死结,卢走并凌辱亚人圣语若依,哎哟,造 怀念啊,上一世为他拼死复仇,这一世却要领努他,才能得到命运锁链,原来命运锁链是用来封印命运之子,还必须要五条同事封印他,也就是说我只要躲过五次死结,才能把命运之子夜号抬走,根据前世的记忆夜号一直帮助圣女解救收服流浪的兽尔娘,他们第一个占领的根据地就是陈光阵,然后才不断地向四周进攻略斗,队伍才逐渐地强大起,最终灭杀掉了恶魔领主,为了不步入前任领主的悲剧我 决定主动出击,因援手不足我来到了镇长府,守卫看到我金灿灿的金氏徽章,立马被吓得冷汗直冒,这位领导大人,小人守卫队长古德败,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二话不说直接让他把镇长喊出来,可古德败却支支吾吾说镇长在开会儿,我阴沉着脸朝着镇长房间走去,命不久已的镇长此时正左拥右抱着和两名要领女子轻轻我舞,我毫不留情地一脚把门踹砍,好事被打断镇长指着我破口大骂,表示要让我生不如死,定 一生双腿发软跪倒在地,连忙解释英和妻子两地分居,十年来这才第一次行苟且之事,泪流满面地请求领主大人宽恕,要不是亲眼所见我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我咬牙切齿地询问最近镇上可有什么动静,看我没有怪罪刚才的苟且之事,立马喜笑颜开表示最近镇上很太平,不待他说完,我怒吼到你的狗镇长,奸细都参透到你屋里了,居然还好不知情,婚庸的狗奴才现在就滚去当守卫队长,我来做镇长,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我直进 我直进的朝着院外走去,喜欢偷听门奉的古德拜满脸飞陷,当即哭天喊地地抱着我的腿,尊敬的领主大人,我倾家荡产才当上的守卫队长,如今却被一个放错的人顶替我的位置,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下去了呀,我当即表示就冲着你这个影帝般表演,来做我的轻微工资翻倍,刚回到住处,我一脸好奇看着被救的小女孩,看着那尖尖的小瘦和毛茸茸的尾巴,忍不住就想伸手触碰一下,哪只小家伙突然睁开了双眼,满脸尴尬的 我连忙强装镇定地打了个招呼,当他看清我是人类时瑟瑟发抖,连忙解释不是故意弄脏您的被脸,不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请求大人不要杀掉罗莉,不断地磕着小脑袋,我伸出双手就要去扶她,哪只更是吓得她紧闭双眼,小手保护着头颅,见状我无奈地解释,你人都是我就回来的,我怎么可能还会杀你,当初你被一群熊孩子殴打昏死过去,我把他们赶跑才把你就回来的,洛莉回想起当时的场面,突然说到我不是被打昏的,是被 狼吞可爱样子,生怕他被噎死,连忙让他慢点吃,这些都是你的,丁,检测宿主行为不符合反派规律,请立刻停止,不然将受到惩罚,我连忙表示他是我培养的妻子,关键时刻让他给玩家和主角被后来一道,丁,日常反派任务已更新,任务一,给十个玩家留下心理阴影,任务二,强迫洛莉柔肩暖床,任务三,羞怒主角也好,我满脸的抗议什么破任务,让一个毛都没长齐的给我暖床,洛莉看到我夸张的表情被吓 连忙献出他那咬过的鸡腿以表忠心,奴隶庄园里一个男子正在抽打几名兽人,突然一群玩家闯了进来,强硬的表示这是他们的朋友,让他赶紧放人,哪知他们正中了袁镇长的技能,我是陈光镇镇长你们这些贱民还不快快投血,玩家差点吐血,居然开局就刷boss,我们才两三级啊,只能求助主角夜号,随着夜号华丽的登场,玩家们顿时信心实质,随着五花八门的技能打,袁镇长的血条突突突的掉,玩家们兴奋大了,快发连招, 打断他的大招,兄弟们加油,马上到装备了,看着撕血的小boss夜号一个光样十字枕,弓的一声巨响,袁镇长被砍飞出八十八米远当场死了,接着就是主角一番激昂的演讲和分配奖励,接着表示希望大家一起冲杀镇长府,到时候府里的东西大家见者有份,此时此刻我们的领主大人正在城堡上等着他们,不多时就看到几名领服的玩家赶来,你们好大的狗胆,杀我卫兵,补我家仆,现在居然还要来抢我钱财,我穿越城游戏里的反派领主,本想做个好 小人洗白,却发现刚反派真的熟,不仅可以白条压人圣女墨衣,还能每天光明正大的享受受尔娘的服饰,这天刚降临的玩家不仅杀了城关镇的阵阵,居然还想来抢夺我的宝,看着眼前的小菜机主角,要不是系统任务只是让我羞辱他,我都懒得在这里浪费时间,玩家见我挡住大门表示怎么还有怪物要他,小黄下一十点开箭定数查看,雄鹰领主大地骑士,等级44级,噩梦级别难度,众人看着反派领主吓得多多缩缩,按那狗� 打了新手分,居然出现44级终极boss,随后众人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主角夜号,被迫无奈的夜号只能硬着头皮美术战刀,大喊雄鹰领主出来一战,我一脸不屑看着11级的夜号,要不是系统的制约现在就是大结局,但身为boss反派领主还是得跟着剧本走,我缓慢地拔出战阶,身后顿时出现一头霸气的黄金狮子,你们这群白痴玩家将为你们的无知付出惨重的带走,接着黄金战士一爪子拍在人群中,玩家直接纷纷被秒杀,只有 夜号靠着主角光环勉强活了下来,我看着地上一令呜呼的玩家们很买,忽然发现主角夜号居然露出了诡异的效果,就是你雄鹰领主驱使属下奴役亚人当作奴隶时,接着表示让我等着正义的审论,大喉一声解放了,我的力量,话音刚落气势猛暴露,等级也临时达到45级,随着再次交锋,领主居然被主角狠狠地压着,系统及时提醒宿主放弃本次任务,危险,危险,眼见夜号开始装起来,旁观者随之也跟 呼叫夜号最帅,看着主角光环的夜号微微一醒,随后任由他进攻而来,紧接着轻轻一声呼唤克雷蒙,高达49级的大帝骑士瞬间来到跟前打住了他攻击,领主大人却在后面疯狂鄙视,甚至还做出鬼脸嘲讽到来打我的大笨蛋,随着克雷蒙不断地进攻,夜号越来越乏力,经过八回合的激战夜号终于扛不住被一拳打飞出去,倒地喷出一口老血,反派领主一脚踩上去,接着这些几个大嘴巴子扑上去,嘴里还嚷嚷 想到你不是主角吗?装啊你继续装,经过长达八分钟的面部暗门,主角夜号成功地失去两颗牙齿,还得到了连他亲妹妹都不认识的女孩 随后我带着小兽娘离开了城光镇,刚回到城堡小家伙就被眼前的豪华装饰吸引,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能住在这奢华的城堡里,维希看出了她的窘阔,让她别多想,以后习惯就好了,下一秒她就被奶娘一把抱在了环境,把她当成小孩搓揉着她的头,看得小兽儿娘毛发都炸裂了,赶紧正脱出来表示这是洛丽,我今后的贴身女婆,你先带她熟悉熟悉环境和礼,随后叫来护卫去找个牧师回来帮洛丽检查一下身体,哪只 早餐还没吃完侍卫就回来复命,教堂牧师拒绝救治一个比平民还卑贱的亚人,还表示领主大人您疯了,哼,我刚上任居然连一个小小的牧师都敢违抗我的命令,看来最近教廷的人是有点飘了,现在,马上立刻带着骑兵把教堂给我围起,刚出门就碰到奶妈和穿着女服装的洛丽,立马表示洛丽今天真漂亮,这套衣服很适合你,然后拿出一瓶红色药剂,丢给洛丽主妇她一定要喝点,奶妈健壮金夫这可是精灵王庭的生命之事,能� 经常受命去除暗伤非常珍贵,接着表示她的第十三任丈夫就是拿这个向她求婚的,洛丽听完简直离了个大步,这时教廷被团团围住,教主灯灯嚣张至极表示自己可是神的牧羊人,小小领主还不起求神的原谅,维希顿时被她逗乐,打开透视眼准备看看灯灯凭什么这么嚣张,随后就看到隐藏在灯灯身后的黑袍男子,姓名体特,身份圣殿骑士,实力大帝骑士四十四级,黑黑一笑,原来是圣殿骑士,教廷最强最神秘的一股力 拔出战舰表示管家那圣殿骑士交给你,我亲自来把这个老灯灯消灭的,随即就是一个剑圣封道劈砍过去,老灯灯吓得连忙闪躲,身后的圣殿骑士正要冲出抵挡,却被管家死死缠住,骑士和管家正打得火热朝天,这边老灯灯已经被维希一箭四死,然后下令士兵一个不留全部杀光,不知道怎地军事力敌的管家突然被砍飞,打开系统再次查探,骑士居然不是人,是教廷制作出来的人形兵器,天生就没痛苦,还能使用变态的� 狂化技能,狂化之后会变成狼远,力量和速度都会给强大到增速,唯一的缺点就是狂化技能不能维持攻击,只要我们拖住他肯定能力,狂化的狼人可不成了气势,地脚就踢飞了管家克雷毛,接着就是一拳干翻领主连心,然后揪着他的衣领表示太弱了不堪力气,张开恶臭的嘴巴就要吃了他,这时维希一个600拳就护在了狼人脸上,好吃吗要不要再给你来个左勾拳吃吃,狼人红着眼镜满脸不可思议,狂化的力量怎么突然就消失 原来维希刚刚的护照是阻碍时间流动的结解,而狼人刚好冲破阻碍了时间流动,最终狼头被一刀斩下,终于结束了,忽然还想起克雷毛还被埋着,赶紧让护卫把他拖出来,再去请个牧师来施展治疗术,哪知被护卫队长告知,以听从伟大的领主命名,所有牧师一个不留,您看尸体全在这里,维希直接被气得喷出一口老血,反派领主为了追求刺激,居然半夜偷偷起床去偷女婆撕外,还被女婆当场抓住,这天只因叫停老登登 不愿为洛丽治疗,维希立马让骑士团围困住教廷,亲自出马大战了三小时终于把教廷的牧羊狗通通杀光,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房间时,突然看到被窝鼓起了一个大包,身为有洁癖的他怎能受的,凶狠的一把扯掉被子跟小破口大骂,只见一只小兽儿娘嘴角流着不明液体,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脸色微微羞红到领主大人您回来了,洛丽是来帮您暖床的,但您的大床太舒服了不知不觉就睡着,维希瞬间就想 长期早上让奶娘打造打造洛丽,哪知效率居然这么快,有点尴尬地坐在床上表示暖床什么的就算了,今天有点累了,要不你帮我揉揉肩吧,洛丽满口答应下来,用她那生疏的手法捏着我的肩膀,尾巴来回地摇晃着,维希看着那毛茸茸的尾巴满脸好奇,伸手刚触碰到那毛茸茸的尾肩,哪知洛丽满脸惊慌喊道不要啊,连忙转身抱住维希表示主人以后洛丽就是你的人了,然后满脸羞红药服侍维希入睡,表示自己 虽然看起来行,但已满十八,维希文言眼冒金光差点失去理智,虽然是只合法的瘦儿娘了,正当她要进行合法运动时,冰冷的系统声音在脑海响起,警告,洛丽体质极差强行发生反眼行为将造成不可溺损的伤痛,维希瞬间压麻呆住,发誓一定要找个牧师早点把洛丽身体治疗,看着满脸无奈的维希躺下,洛丽表示主人暖床还没完成呢,奶娘说让你抱着我然后再那样见,维希赶紧捂住那罪恶的嘴脸瞬间感到 无地自如,一夜未眠的她终于熬到了天亮,好在系统也算她完成了满床任务,虽然没抽中暴击但也得到了十个强大的牛头人战士,看着剑撞如牛的战士,而本来就是牛,反正维希还是非常满意,正交代他们注意事项时,洛丽满脸开心地端着糕点走了进来,步入眼球的是一个高大丑陋的牛头怪,还口吐人言地打着招呼你好,洛丽被吓得魂飞烟散直接晕死过去,维希连忙把洛丽放在床上盖好杯子,牛头人首领连忙向维希表达歉意 这完全是个意外,其实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好战士,维希连忙给他们分配了守城的任务把他们打发了出去,不多时洛丽就醒了过来,但还是满脸的恐惧,维希找到维希大喊,主人城堡里有怪物就在你房间,然后双手比划着很大很大的牛头怪,还口吐人言向我打招呼,主人我们快逃命吧,要是路上碰到怪物你就把我丢给他们吃,然后主人趁机逃走以后为我抱走,维希被他逗笑了,一把抱起洛丽表示我现在就是怪物,而且是要吃掉你的怪物,洛丽闻言满脸羞红地想要说什么 古德拜突然闯进来表示有一封加急战报,定眼一看情况有点尴尬,这时洛丽连忙站起来表示,主人有事那洛丽先行告退了,怕死的古德拜连忙把信放在地上表示,我什么也没看到,领主大人宁先忙小地告退,果冒三丈的维希怒吼道劳资要罚你为三军洗一个月的臭袜子,不多时我拿起地上的信封看了起来,原来是隔壁领地的求救星,寿人正在进攻他的领地恳求雄鹰领主支援,丁,日常反派任务已刷新,任务一,偷城堡内女扑丝 任务二,勒索邻居领地一万金币以上物资,任务三,调戏压人圣女,狗系统啊狗系统,专挑猥琐任务给我做,迟早有一天我会被你带坏,不过好像还挺刺激的,只有两个女仆总不可能偷乃你,只能选择洛丽了,趁着水汽鸟绕我得抓紧时间了,哪只刚拿起白白的袜子就和洛丽撞了个阵阵子,接着就是一声超高音的尖叫,再然后裹着的欲经乏落,露出那不可描述的画面,看得维希两眼发直,洛丽连 连忙用尾巴挡住重要部位,大呼救命啊,救命啊,听到求救生的古德拜一马当先的跑过来,维希满脸无语怎么每次都是这个古德拜,怪我几次好事了,当古德拜推开门赶到现场时满脸惊讶,领主大人好快的速度,只见维希抱着洛丽安慰的,别怕,色狼被我打跑了,接着把他们赶了出去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时洛丽满眼惊讶小脸微红地看着我背后的白腕,然后轻轻地在我耳边道,其实主人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只要主人您开口,洛丽 维希的一切都是您的,维希听到这个挑逗的话,满脸惊慌道,洛丽你听我狡辩,不,不,不,听我解释,纯洁的兽尔娘圣女只是闻到了反派领主身上的气息,居然就在神的眼皮下幻想和反派领主反眼后的,还做出羞羞的姿势,夜里反派领主为了自己变态的嗜好去托洛丽丝网,却当场被抓,他不仅不生气反而暗示维希领主,洛丽早已年满十八十亿之合法的兽尔王,维希闻炎荒的一匹连忙找了 这个借口落荒而逃,拔剑直指黑河领地道出发,不多时就来到了陈光镇,这里已经成为了亚人兽尔娘的临时根据地,由于最近没有任务玩家休闲地打着斗地主,小黄嘴里还嚷嚷道,维希领主算个屁下次见到他一定要把他当成宝刷掉,话音刚落一把巨剑就插在了他身头,反头就看见维希那张满是笑容的脸,听说你要把我当成宝刷掉,是真的吗?这事玩家们才反应过来大呼不妙,接着就看到城下,大批武器精良的军队,圣女若依和主角叶 好听闻大惊失色,面炮拔出战舰就要找维希报整名之仇,却不知维希根本不是来开战的,带着凶猛的牛头战士吓唬了他们一番后,三人成功地坐在了谈判桌上,玩家和平民纷纷挤在窗外偷看,由于听不到屋内的声音,只见圣女若依气愤地拍打桌子,和维希那嚣张的嘴脸,判断出雄鹰领主应该是提了很过分的要求,眼见若依居然敢拒绝出兵去攻打兽人,维希表示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而是在命令你, 如果你们再继续拒绝,我的军团马上就会踏平陈光正,接着就勾起若依的下巴如果你曾欧,陈光正不仅是你,攻打兽人也不需要你们出兵,眼见心中内定的媳妇被维希挺起,叶浩怒气冲冲地上来就要开打,哪知没有开挂的他被维希反手一巴掌就打飞八名眼,刚恢复过来的小脸再次被整,维希满脸无辜地表示你一个堂堂主角就这么喜欢面部按摩吗?眼见叶浩被打飞队友们纷纷挡在若依身前,是要保护圣女安全,维希� 只有十分钟考虑时间,丢掉丝袜夺门而去,丝毫不怕他们背后搞偷袭,看着地上的丝袜玩家们纷纷大喊变态,居然拿别人穿过的丝袜擦身,简直我被模范了,听到身后的众人惊哭才发现,刚刚只不耍帅居然拿错手卷了,还还特马地把丝袜掉在了地上,看着众人的围观内心喊道一定要稳,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刚出来没三分钟黄毛就被派来告知答应出兵攻打兽人,事后必须把陈光正的龟属权赠 维希文言立马以歧视的名誉发生,对,吃瓜群众的玩家纷纷骂维希厚颜无耻,圣女急忙跑来表示不愿看大家为了保护自己去当炮鬼,文言玩家们更加坚定了要出战的军心,却实夜号联盟表示你们是我带来的,我不允许你们加入他的队伍,玩家们纷纷地对他竖起了终止以表尊重,得意忘形的维希来到若伊面前夸赞道,不得不说你还是很有头脑,把这里治理得不错,就是身边的猪队友有点,然后直接勾起他的小下巴,我尽量地把队伍完整地带 别爱上我了,若伊羞怒地打开了他的手,表示永远都不会爱上他,突然玩家们发现居然收到了爆维希发布的任务,而且还有未知的奖励,表示活见鬼的游戏爆居然给玩家发布任务,随着维希一声令下队伍急速地朝着目的地前进,不多时就来到了黑河领地,黑河领主亲自出城迎接,本想和维希握手表示有意,哪知维希直接毫无情面地把马绳丢在他手里,黑河领主杀人的心都有了,恶狠狠地盯着维希背影,来到会议室维希没有废话直接让他讲解现在 经过卫兵的讲解大概知道兽人的位置兵力情况,三天后维希和兽人隔着河流摆出阵势,正在吃鸡腿的兽人首领下了一天,急忙急和主力来到河边与维希对阵,但双方摆好战阵之后,兽人吹响了进攻的浩劫,兽人狂吼冲杀过来,维希招负着魔法队伍和弓龙手准备瞄准发射,随着火球和剑鱼,兽人前锋部队纷纷倒地不起,可是兽人首领一点也不慌,因为前锋全是炮灰,主要任务就是 送死消耗法师的魔力和射手的力气,眼看时机一道维希高高举起战舰,大后所有骑士随我冲锋,目标敌方首领,士兵发出气拔山河的吼声,杀,杀,杀,冲杀在前锋的维希一刀一个小朋友,不多时就和兽人首领碰撞在一起,双方的兵器交锋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几个回合下来兽人首领不敌被砍飞出去,眼见对手这么弱维希嘲讽,就你这样的货色居然还敢抢博人类地,兽人却毫不在意的黑黑一想,红怀里 拿出一个召唤卷,维希脸色一变狗东西居然还摇人不要脸,这是一只比萌兽从空中传送中,借着一把抓住一个士兵活活捏死,士兵们纷纷下尿崩溃而逃,维希联盟党在队伍前表示让他们先行撤退,自己来断后他可不想成为光感司令,正当比萌兽要发出进攻时,牛头人及时赶到抱起他的尾巴就是来回抱摔,最终比萌怪被牛头人活生生地摔死,当维希带领胜利的队伍党为黑河领帝时,子民们发出狂热的荒� 这时黑河领主却不愿付出一万金币,还掏出魔法神券要消灭维希,哪只被最亲近的侍卫一刀穿心抢走的魔法神券,只因这个轻卫是维希父亲安排的卧底,领走时他们来到了黑河领帝的小金棍,接着就是大批的马车运出满满当当的金币,玩家们看得两眼发光口水直流,恨不得要打劫一分,感受到玩家那满眼的贪断,维希毫不在意地哼着小曲,只因刚刚完成了系统任务,还抽到暴击和奇物荒野之息的原曲,可以帮助� 自然生灵觉醒血脉,维希连忙表示自己这么纯洁的人可以觉醒了,系统直接两个大字不行,文言维希立马不干了,累死累活完成任务奖励居然没一点用处,系统连忙表示看一下坐下的站马就知道,看着马眼里面的小爱心,维希冷汗直流卧槽你一匹公马居然对我暗送秋波,瞬间就瞄懂了,原来血脉觉醒和繁衍后代息息相关,而且这个技能范围很小,只能影响身边的友邻的生物,随后来到陈光镇和圣语若一签订陈光镇的转交系,只见圣语 若一拿出一个古老的羊皮卷推给维希,他当接触羊皮卷就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只见秩序女神虚影飘落而出,代表着这份协议由秩序女神的闭口,维希感慨到好家伙,真是舍得下血本,为了一个小镇居然连秩序之神都搬出来,这时没人发觉圣女若一呼吸越来越准,感觉全身躁动得厉害,身体不自然地扭来扭去,感觉维希身上的气息越来越火,忍不住就要接近维希想深深地吸一口她的气息,抚着身体毛茸茸的尾巴 来回地摆动着,却还在死死抵抗着那种躁动,毕时却已经扑到了她的怀里,做出一些付费才能看的动作,当她要彻底迷失在那幻想当中时,身边的玩家来回地摇晃着她手臂,督促着她赶紧看看合同没有意义就该签字,惊醒过来的若一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还满头大汗小脸羞苦,脑海里还回忆着刚刚那种奇妙的感觉,顿时感到羞愧不已,突然才想起这是在签行,连忙问到你刚刚说什么,男人只想调戏一下圣女,哪只反被圣女死死 抱住要求嬷嬷的,吓得男人赶紧把她推开,大骂她就是个女流氓,还表示轻轻一次收费失款,原来维希领主为了攻打兽人保证万无一失,主动向圣女借兵,圣女也不废话要求事后把陈光镇统治权交给自己,随即两人一拍即合地完成了这次交易,这天维希带着胜利的队伍刚回来就受到子宁的荒误,谈判桌上维希和圣女谈着陈光镇的交接细节,若一却被维希体内的旷野窒息,带动了体内最原始的繁衍 若一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里面躁动得厉害,身体不受控制的摇来摇去,脑海里还幻想着修人的画面,反应过来的若一羞愧不已,仔细看完协议没发现可疑之处就签上了自己名字,维希乐呵呵恭喜圣女若一成为镇长,接下来我们就谈谈陈光镇的睡晶问题,若一猛地站起来拍打桌子表示抗论,陈光镇不是属于我了吗,还要教什么睡晶,维希却是面无表情到没说不是你,不管谁是镇长都得上教睡晶,若一被对得满口无言眼泪 花花的流了手,玩家们纷纷辱骂维希耍流氓,眼看圣女那无助的样子,主角叶浩强势占了手,深知这是博得美人心的关键时刻,表示要和维希赌一把一决胜死,自己胜了陈光镇就要完全独立,完完全全属于若一,原本不想搭理这个主角小丑,哪知这是系统发布新的任务,任务一,单挑暴打叶浩,任务二,惹哭圣女若一,任务三,强吻圣女若一,完成任务后将获得系统新功能,维希精神一阵,这该死的系统, 这是想让我一条路走到黑啊,专挑变态的任务给我,不过我好喜欢,接着就飞飞飞地答应了她的腰斩,指着若一表示我赢了的话她就是我,吓得叶浩赶紧挡在前面大喊你这是在做梦,眼见反应这么大维希只能退而起次,表示只需圣女若一单独陪我五分钟,叶浩还是一脸猙獰地表示你太坏了别想打若一的主题,眼见马上就要谈崩,若一连忙拉住她的手,我相信你叶浩哥们,接着双方就来到斗舞场随着一声落响,两人扭打在一起叮叮 噹噹噹的武器撞机声响起,不多时维希就占据了上风,哪知下一秒叶浩就无耻地使出阴招,使出一把满是剧毒的鼻手,维希虽然躲过了攻击,但也因吸入了毒气全身使不出劲,叶浩知道机不可使使出最强战技十字列光阵,眼看自己马上要一命无辜,突然想起儿时师傅教自己的杠,突然想通过什么事了,维希突然站了起来全身爆发出更强的力量,举剑就狠狠地劈砍下去,接着就看到叶浩口吐鲜血倒飞出去,维希毫不留情 又是全力一击,强大的剑气让本就重伤的叶浩全身发抖,不想英年早逝的他直接跪地认输,这让对他信心十足的若一惊慌失措,只是想过去看看叶浩伤势如何,却被维希吸皮笑脸的阻拦,接着做出一些不可描述的动作表示你们输了,我们现在该去探讨五分钟的人生,揪着若一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小耳朵就要把他带进小黑屋,却惹来了亚人和玩家的集体辱骂胖人,眼看好是要被打扰,维希拔剑就要大开杀戒,这可是你们� 我,见事态越来越严重,若一连忙跪倒在地抱着维希哀求道,别动手我答应你就舍了,维希这才装模作样地把他扶了起来,对着人群表示只是去聊聊天,保证不会有别的想法,刚来到屋里维希就开始耍流氓,若一被他羞愧地按在墙角,接着就来了一个深深的舌吻,经过长达三十秒的人工呼吸,居然发现任务还没完成,莫非是若一不够配合,他对着若一敏感的耳朵缓缓催出一口热气,你最好是好好配合,不然你的子民将死伤过半,文言若 若一咬着牙流着屈辱的眼泪,恳求领主大人别伤害无辜的子民,话音刚落,系统声音提示宿主完成日常任务,眼看还有四分钟时间,维希犹豫着是不是该干些什么的时候,闻着维希身上的荒野之息气味的若一,上一秒还羞愧不如,下一秒就气喘吁吁吁声情地望着维希,接着不受控制就猛地扑了上去表示就是这个位,随着啵啵啵的声音维希满脸成音,反应过来的维希使劲地推开他的脑,大喊停停停,再这样不一下就说你识快,若一这时才清 清醒过来,发现刚才好像自己主动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然后连忙缩着一团,用那毛茸茸的尾巴包裹着自己,十分钟之后才敢偷偷地冒出头左部右旁,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一只失落感莫名的勇气,而维希此时正看着系统奖励的莫甘隆起,毫不犹豫就到进了嘴里,接着体内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强大的力量,男人被圣女若一抢吻到落荒而逃,回到家里居然对昏迷的小瘦儿娘解开皮带,却被护卫当场撞紧,男人差点甘 大到当场射死,维希为了完成变态的系统任务,强行调戏圣女若一,哪知若一闻到她身上的荒野窒息,身体不受控制就是对着她拨拨,落荒而逃的维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城堡,刚进城就看到奶娘和洛丽在迎接自己,奶娘满脸惆怅到洛丽每天都在门口等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烫过,回到家的维希心情都好了不少,正要去洗个澡美美的睡上一觉,下一秒一个小瘦儿娘就扑进了她怀疑,嘴里还嚷嚷到主人我好想你,维 要不洗碗早再抱抱,哪知洛丽死活不肯,还说主人身上香香的,好温馨的感觉,好想一辈子抱着主人,就像儿时妈妈抱着我在田野吹风的感觉一样,突然维希呆了呆想到,应该是荒野窒息引起,赶紧问洛丽有没有听过血脉觉醒的事情,洛丽表示而是听妈妈说过,血脉觉醒需要感悟于自己血脉中共鸣的利利,有人在瀑布下觉醒了水流的利利,有人与兽为物,觉醒了野兽的各种能力,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维希瞬间瞄懂吧,看样子天赋强大的亚人 都可以和我身上的荒野窒息产生共鸣,他立即询问洛丽是否还记得如何去感悟自然吗,说完就抱着洛丽让她用心去感悟她身上的气息,不多时洛丽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生命力量,感受到大草原上青草的光呼声,维希瞬间看到洛丽身上发出微弱的生命支援,看来应该是恢复累的能力,洛丽一歪就趴在她身上睡着了,维希则是满脸兴奋,看来我以后有一个移动的私人小奶妈,看着熟睡中的未来小奶妈,即使睡着了也抓着铺子不放手 维希试图搬开她的小水,却又不敢太用力,试了几次都无法让她松手,为了不打扰到她的睡眠,维希决定直接脱裤子再去洗澡,哪只刚脱到一半该死的古德败就藏进来,正要汇报军情的古德败瞬间目瞪口呆,来到书房的两人大眼瞪小眼,最终还是维希打破瓶颈,说了多少次进门需要敲门,而且刚刚你看到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想脱了裤子去洗澡,古德败一脸崇拜到领主大人您放心我懂,就算有几个变态嗜好也是正常不过 眼看维希拳头越捏越紧,连忙表示发现了大量铁矿石,只不过位置比较尴尬,处于和布顿领地的交界处,维希满脸笑意地拿出笔就把矿石整个扇圈了起,把地图交给布顿领地,告诉他们这个铁矿是我们的,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直接开战吧 另一边的圣女自从和维希待过小黑屋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主角叶昊近来正要安慰她时,却被她直接轰了出去,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这怪异的行为让玩家们都在胡乱地猜测,圣女若一是不是被反派领主生米煮成熟饭了 听着旁人的风言风语,叶昊回到房间拿出暗藏一酒盒子,刚打开空气中就充满了杀虐的血腥味,叶昊决定即便黑化也要干掉反派领主维希,经过几番周折维希终于美美地泡了个走,裹着浴巾晃悠悠地来到卧室,却看到洛丽傻傻地坐在床上,洛丽你这才睡了几分钟,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洛丽一脸认真地说道,这次多谢主人让我觉醒的血脉,为了报答主人我一定要给主人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 维希满脸的无奈,只能尴尬地问到洛丽知道怎么才能生宝宝吗 克里斯太太说过只要洛丽完成暖床最后一个环节,洛丽就能帮主人生个宝宝 眼看事态越来越不可收拾,维希抚摸着她的头发表示,你的血脉之力才刚刚觉醒,还没完全开发出来,应该要多睡觉恢复精力才行 成年的小兽娘只因身体太过焦慑,男子心生罪恶感拒绝和她生宝宝,极度渴望长大的她突然觉醒了血脉 随着金光消散,一个大姐姐版的兽娘凭空出现,维希本是一个善良正义的骑士 自从重生得到反派系统就开始黑化,不仅白嫖强吻圣与若伊,还每天有无数的兽儿娘贴身服务 享受着各种福利时还能获得反派 当士兵来报和布顿领地交界处,发现大量铁矿石时,维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直接开战 作战计划原本是让克雷蒙带领一支军团,去铁矿石处和布顿家族拖延时间 自己则是趁着布顿城空虚,带领牛头人端了她的老巢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靠着系统对话而来的攻城梯和出其不意的攻击 轻而易举地控制住整个城池,维希麻溜地直奔金库而来 哼,一个特制的铁龙从天而降准却无误地困住她,维希看着手下使出全力也未能搬弯铁矿 暗道不妙居然中了陷阱,这是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布顿子 春风得意走了过来,维希一脸严肃布顿子觉怎么在这 克雷蒙呢,难道败得那么快?不对,应该是出现内奸了 原来前一天维希巡视领地时,恰巧碰到以前被她抢过棒棒糖的小胖 本想过去逗她玩玩,哪知她直接哭泣了起,表示前世给妈妈看病 妈妈被人打伤了,维希经过不断地询问才得知,小胖的骑士父亲战死 送来的抚恤金被地痞流氓知道,不但抢走了抚恤金还打伤了她母亲 维希在女人这里了解了事情的大力 原来那群坏人背后不仅有骑士撑腰,居然还打着自己领主的七号七零落下 满眼杀气的维希是要把他们连根拔起 大街上一个魁梧的汉子哼着小曲,时不时挑逗着路过的小姑娘 下一秒只见拳打脚踢的声音准处 经过维希三分钟的面部按摩,来人痛哭流泪地把事情一五一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原来都是加尔指使他们做的,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维希愣住 回想起一个正义的大骑士在自己面前启示效忠自责 此时的加尔正在战场一条案,激烈的战斗士嘴里还不断骂着父皇 维希嘴角冷笑地夸赞着他挺拼的,但并不打算放了他 怒火冲天地质问他为何要碰士兵的抚弃金 加尔不仅不知悔感,还强硬地表示那群贱民不值十个精力 难道领主大人要为几个贱民,杀死忠心追随你多年的大骑士吗 维希咬牙切齿就你这样的配说自己是骑士 不多时广场响起我当当当声音,子民们纷纷跑来围观 不知哪个倒霉蛋要被处死 接着维希就宣布了加尔的罪行 还表示以后不管是子民还是骑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接着一声令响,就给加尔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维希细心地发现虽然杀了该死的加尔 对,应该就那些放过大错的骑士,或者加尔忠诚的属下告的命 这也是布顿子爵笑咪咪地表示让维希留下最后的遗言 在维希命悬疑现时克雷蒙及时赶到 虽然挑飞了布顿子爵的武器,却被人多势众的敌人击倒在地 此时城外维希救援的军团也被逮,节节败逮 本就因大骑士加尔被处死,士兵原心惶惶 此刻不少骑兵正打算逃跑 就在这关键时刻维希的子民们居然自主前来救云 让原本准备逃命的骑士重新拼杀起来 城内的克雷蒙即将被杀死时 维希突破血脉之力破龙而出 及时地救下克雷蒙 随后就与布顿子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早已晋级为天空骑士的维希一挑三个大地骑士 毫无意外的几招就秒杀了他们 刚回到城堡的维希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戏子抽紧 不仅抽中了暴击还得到了强大的地狱者萨拉 好奇地点开萨拉属性恋版 我滴个乖乖 55级的大恶魔居然比突破到天空骑士的维希还强大 这时洛莉居然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迎面而来的就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怪兽 洛莉急忙就要把维希推走 大喊主人快跑 洛莉帮你拖延点时间 维希文言感动得泪流满面 表示这是我新收的小弟 然后强行把他转过来 介绍到这是萨拉 因萨拉个人太大还全身冒 维希头疼的不知如何安排他住处时 洛莉却笑咪咪地主动揽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不多时广场的喷泉上就多出了一个石头 全身冒着热气不说还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路过的行人纷纷赞扬领主大人的口味越来越难以琢磨 夜晚刚回到卧室的维希就被洛莉一把暴露 只因得知维希在布敦城掉落陷阱差点死去 表示不想主人受伤 更不想成为主人的累赘 想要变得强大起来保护主人 维希连忙安慰洛莉说等你血脉绝醒 说不定到时就能保护我 渴望变强大的洛莉居然流出了金灿灿的泪水 接着全身就爆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 维希满脸呆忙好好的怎么突然变成一个金蛋 带烟雾慢慢消散一个比洛莉高出一劫的黑影浮现而出 好家伙洛莉居然转眼就长大了 看着长大版的洛莉 维希内心的罪恶感直接消失不见了 洛莉的属性面板不仅仅只是等级提升到42级 还觉醒了各种各样的辅助技能 维希激动地拉着她的小手 洛莉你终于觉醒了血脉 以后你就是我最强大的后盾 我维希终于有自己的私人专属顶级 还会暖床的奶妈来 人出无害的眼镜妹居然成功地偷袭了反派领主 为了得到情报不仅把她捆绑起来严形逼顾 甚至还要出卖自己的色相 女仆洛莉在维希的荒野之膝下成功地觉醒了血脉 不仅仅是从小洛莉的模样 变成了温暖的大姐姐 还突破到了42级 获得了各种单体群体治疗术和各种辅助技能 心力善良的洛莉第二天就开了个医馆 专制疑难杂症跌打损伤 最主要的是良心价收费一同利器 只是这个良心的价格却让大家觉得不靠 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身为领主的维希也爱莫能总 总不能强迫子民去看病 正当她一筹莫展时刚好看到小胖路 随即和小胖说了几句悄悄话 不多时小胖就扶着久病不遇的母亲来到医馆去 正发愁的洛莉看到有病人要禁地 连忙笑脸相迎的走了出来 徘徊在外的群众纷纷表示小胖真可 父亲战死母亲又是久病不遇的疑难杂症 都伸着脖子看里面的情景 这个亚人好像是领主的心专 估计又是来消遣时间的 不多时小胖母子就乐呵呵的走着 一些熟悉的人围了上来套着进屋 东问稀扯的打探着这家店的虚实 这时聪明的已经在开始排队了 几分钟就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来旅游的眼镜妹好奇地看着队伍 医馆生意这么好吗 不会是在搞活动排队里鸡蛋吧 居然是一个亚人开的衣服 好面熟啊 难不成他是反派领主救走的那个亚人小兽 这时两个偷偷摸摸的人都发现了队伍 还好巧不巧地同时朝对方打开了见面 卧槽对面居然是雄鹰林子 呵呵原来是风景党大佬圆脸妹 上一世还经常看她的帖子 没想到这么快就碰面 人畜无害的圆脸妹主动靠近维希 表示自己是一名旅行者 专门探索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气 故作一脸崇拜地让维希帮她签名 还夸赞维希是个伟大善良的好名者 被戴上高帽子的维希乐呵呵地就要牵上自己的大佬 哪知这时签名本就冒出一股紫色的烟雾 但维希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宝 圆脸妹一脸得意地询问 维希当初到底对圣女若一做什么 自从你们共处一世后 圣女就变了一个人士 还大病不遇一会冷一会热 现在已经越来越虚弱 维希大喊冤枉 当初自己只是亲了她一口 却反被圣女抱着看 现在反而她成了受害人 眼见圆脸妹那股认真的模样 维希只能求助系统 哪知无所不能的系统表示需要前往探查 随即维希表示不陪她玩了 一把阵断绳索 要去陈光阵一探虚实 接着就一脸坏笑地捡起绳索看着圆脸妹 为了以防万一维希还把私人奶妈洛莉叫上一起 去陈光阵的途中 洛莉好奇地看了一路的圆脸妹 刚到陈光阵系统就弹出提示 检测到命运之子发生异常 命运断裂 世界线无法修炼 圣女若依发生异常 圣女生命两小时 请宿主立即劫走亚人圣女并救治 维希怎么都没想到事情居然严重到了如此地步 眼见时间不多了 维希只能强行封出一条血 不多是维希强行把圣女若依的门踹开就走了进来 接着就带着奄奄一息的圣女急速的亡领地板去 玩家纷纷怒骂维希不得好死 居然连并不久已的圣女都不放过 发誓不仅要把维希当成故事刷屏 还要编她的诗 房间里圣女若依呼隆呼热地躺在床上 嘴里还发出难受咽咽咽的声音 洛莉努力地施展着各种各样的恢复治疗技能 经过三小时的施法 洛莉体内魔力耗尽无力地摔倒在地 维希连忙接住了她 洛莉却表示自己没有伴走出根 只能暂时压制她体内内股邪恶的力量 而且她的灵魂被一个邪恶的烙印拖进了噩梦中 无法摆脱这个烙印她就无法苏醒 说完就扑进了维希怀里求求主人救救她 而此时的圣女若依症被无数根铁链损 一群恶魔不断地折磨着 哭通一声把她丢进了身海 然后出现七八只手死死缠绕着她 圣女拼命地挣扎呼喊着声 在这危急的关头 突然出现一只温暖的大手把她拖了上 当反拍是真的爽不仅可以白挑强吻圣女 还能强行把她掳走带回家 可维希仍觉得不过瘾 甚至还深入她的梦境要探索一份 这片自作聪明的眼镜妹居然对维希搞偷袭 哪知维希只是陪她玩玩 在弄清她此次前来的目的后 毫不犹豫睁开绳索 原来是圣女若依自从和她共处一世后 第二天就病倒了 久之不遇的圣女现在越来越虚弱 甚至情况严重的维希直接抢上陈光阵 把圣女若依卢走带回了家 经过私人奶妈洛丽三天三夜的治疗 终于是稳定了圣女的病情 但想要圣女清醒过来 必须要想办法让圣女战胜噩梦中的墙底 此时的圣女正被无数铁链损住身体 一群恶魔不断地折磨着她的精神 然后又把她丢进深海 水中出现一双双魔爪似乎要把她拖进海底 圣女无助呼喊 伸出那洁白无瑕的手臂 是多么的希望有人拉自己一把 正当她绝望昏迷时 一双温暖而强大的手把她拉了上 清醒过来的圣女发现是维希救了她时 下意识地就要睁开她的怀抱 臭流氓快放开我 你怎么在这里 回答她的是一巴掌 你都喊我臭流氓了 那我当然是来耍流氓的呀 原本奄奄一息的神女奋起反抗 柔柔弱弱的小拳拳居然把维希打得口吐鲜血 圣女趁机跳下坐骑就要逃跑 没蹦大几步就歪了走 瞬间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维希不急不缓地搂着她的腰表示 你个傻女人这可是梦境怎么会有疼痛苦 圣女试图着和她保持距离 你居然耍流氓耍到我梦里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真当我闲着淡堂 为了把你救出这个梦里 我可是消耗了一个古老的神圈 才连接了你的意识 接着维希也没给她反应的机会 牵着圣女疯狂地寻找出口 只因她停留的时间不多 兜兜转转她们来到了一个神殿期 刚来到这里 圣女就露出恐惧的表情 身体不自觉地颤抖 发现异常的维希瞬间就确定 出口应该就在里面 眼看圣女一副打死都不愿进去的表情 维希没有废话 不顾圣女的辱骂和挣扎 扛着她就大不留心地向前走去 刚进入到神殿内 就看到了一个高大的雕像 又猜又爱看的圣女 偷偷睁开一只眼 表示这里摆放的应该是荒野女神才对 现在怎么换成上了一代圣女 你们亚人的圣女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无视了圣女那杀人的眼光 拖着她就要去找出口 不多时他们来到了一间教室 教书的居然是圣女儿时最怕的班主任 维希却没想那么多带着圣女就朝着门走去 这时班主任突然转身 冰冷的声音传来 若一你还不回到座位上去 而时对他本能的恐惧使得他吓得连连后头 哪知他就直接发动了进攻 还表示不听话的孩子 就应该受到惩罚 维希哪里受过这等气 直接一脚把他踹飞出去 淋漓乎贴紧维希的络依随即清醒过来 让维希不要发出声音 解释到班主任眼神不好 但听力却很强 话还没说完 班主任就一拳砸了拐 怪不得你这个圣女这么暴力 原来是有一个好老师 随即维希丢出一个金币声东袭击 趁着他被引开的空隙成功的逃进传送阵 随着一顿天旋地转 他们以完美的姿势落地 明明没有吃亏的若一还是喜欢头头上占便宜 大骂他是个老色皮 带若一看清屋内的环境时 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他在城光镇的闺房 只是身后多了一个巨大的布娃娃 随着布娃娃的起身维希亚麻呆住 直接就要和布娃娃来一个合影 还表示布娃娃像不像此刻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英雄 若一尴尬地连忙岔看话题 看这里有扇门 来到地下室的维希不依不饶地问若一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恐怖而毫无攻击的布娃娃吗 不多时他们就走到了尽头 通过光门应该就能离开梦魇 就在这时尚待圣女贝利尔凭空出现在前方 若一而是对她的恐惧记忆瞬间浮现在脑海 只因没被玩叫点就被她拿着皮鞭狠狠抽打 还直接把她丢进西非的禁闭室 这是她最为恐惧的一段记忆 随着这段凄惨的童年记忆出现 洛丽内心已经惧怕到要向贝利尔直接投赏 哪知维希居然觉得上代圣女比若一更有女文位 笑着上去就想来个拥抱 迎接她的僵尸身体被一根金锁链贯穿 感受到那远远高于自己的气息 维希冷汗直冒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 猛地对着若一大喊 这是你的梦境 快点把我想成你梦眼中最最最厉害 若一震了震 最厉害的梦 那应该就是她了 记得儿时在禁闭室只有兔子先生不怕黑 保护着我 下一秒维希就化身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粉 本想找若一质问一番 想想还是算了 只要能打败敌人就行 接着就是全力一击朝着贝利尔杂去 紧接着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两人都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身体逐渐的潇洒 眼见没有时间了 终于明白不能再懦弱下去 男人不仅暴力地撕扯小兽娘的衣忘 还不顾她撕心裂肺地扑喊强行把她推倒 自从洛丽稳定圣女的病情之后 维希进入她的梦中想要把她救回 此时已经过去一天一夜 眼看维希和圣女丝毫没有要转醒的迹象 洛丽既焦急主人维希的安危 又吃醋圣女能抱着维希睡上那天一夜 为了想让主人早点苏醒 洛丽苦思冥想痛苦地揪着自己头发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 居然翻箱倒柜当众换起了衣服 洛丽身穿护士服脚穿黑丝袜 拿起注射器就要给维希来一针 打之这时天空突然雷电交加 维希被惊醒睁开了双眼 本能的反应死死地抓住洛丽的双手 待看清是洛丽时 尴尬地问她怎么穿成这样 洛丽则是一脸心肃 暗想克里斯太太教的方法太管用 然后满脸羞红地表示 穿成这样当然是帮助主人快速苏醒 眼睛都看直了的维希连忙提醒洛丽 等洛丽血脉觉醒就可以生宝帮忙 原本虚弱不堪的维希居然 剑步如飞地朝门外跑去 洛丽大声呼喊 主人你不是答应过洛丽有球必应 这是系统不断的提示声响起 二侧提前开启 反派商场新增兵营模块 请立即查看 请立即查看 维希边看提示边和系统东拉西城 最后居然发现系统居然有点人工制止 兵营模块有许多兵种 就是有点小贵 动不动就是几万反派 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 肯定会遭到二侧一万名玩家的集体攻击 为了领地的安全 维希决定不装了 回到卧室去发生成恶魔 洛丽在维希的魔威下连连求饶 眼见她毫无停手之意 又怒骂维希上个大混蛋死变态 被彻底激怒的维希 不顾洛丽撕心裂肺的哭喊强行 就在维希准备下一步动作时 系统声音终于传来 检测宿主强迫洛丽暖团 行为相当恶劣 奖励反派点5000 以后每晚睡前都会来检验洛丽的眼睛 洛丽则是一脸严肃地看着维希 主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喜好 为了骗取系统反派点的维希有苦说不出 接着洛丽又露出一个狡猾的笑容表示 不管主人的喜好多么的不良 洛丽都会尽力配合主人的 说完就蹦蹦跳跳 要找克里斯太子学习新的知识 这边某星球的一个男子正吃着饭 手机突然提示凯恩大陆二侧即将开始 丢下碗筷急忙跑进机房 经过版本更新身份验证终于登陆成功 晨光中此时聚集了一大批玩家 一名男子正在激情的演讲 经过三小时口吐飞沫的洗脑 成功地成立了制裁工会 目标杀死雄鹰领主救出圣女若伊 此时的维希正在研究兵银魔款 得知大批玩家正在攻伐自己的路上市 最终他选择了十字军和神射手 看着眼前百分百忠诚和不怕死的傀儡士兵 维希非常满意 接着又兑换了一瓶突破天空骑士的药剂 不多时找到了正在训练骑士的克雷蒙 示意他停下手里的事情先把这个合了 克雷蒙毫无意外进击到了天空骑士 搀扶起感恩戴德的克雷蒙告诉他现在的战口 让他安排人手去城外布置陷阱 然后通知全城进入备战状态 第二天早早维希就看到了城外的敌军 眼看他们到达了攻击范围内 直接下令士兵操作魔岛炮自由射击 随着一顿乱风前排玩家纷纷倒地不起 才发现原来是玩家们能依靠远处的水晶绝断的副 临时改变战略安排克雷蒙盯着主角夜号 牛头人负责防卫城墙 自己则带着傀儡士兵出城掩护地狱火 偷掉敌方水晶 眼看维希居然敢带着几个士兵就杀出城门 玩家们松了式的冲杀上去 就在这时玩家们也收到了游戏加强 由于和雄鹰领主差距太大 所有玩家攻击强制为真实伤害 维希瞬间感觉冥冥之中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盖住自己 一个二十级的魔法师偷袭在此一个魔法师 维希连忙使出斗气防御护照 原本法师的攻击连护照都突破不了 然而此刻却直接攻击在自己身上 玩家们兴奋的大吼 破防了破防了 终于不是妹子 我打了BOOS3D系 接着就是人海战士 战士们不再发动攻击 而是近身后纷纷抱住维希让他不能夺食 然后魔法师们的技能铺天盖地落下 随着五分钟的轰炸 玩家们这次彻底兴奋到了极致 兄弟们再来一次两次就可以减破装备了 维希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只会隐恨犀利 对着水晶方向大喊地狱火速战速决 复活点水晶上空出现了一个绿色光头 急速地朝着水晶降落而来 刚落地的地狱火萨拉就兴奋大吼 好多虫子 好多虫子 绷绷要死 然后发出恐怖的笑声 别的反派大佬打架时阴险很辣招招致命 而他却在明知必死的战场还疯狂撒狗 随着主角夜号再次出现 怂恿了一万名玩家攻打反派领主 只为救出被维希掳走的圣灵 起初维希依靠着高大的城墙和魔岛炮死死压着玩家打 随着玩家们无限制的复活和疯狂的人海战士 维希渐渐地身负重伤 深知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战死在此 只能让地狱火萨拉提前动手偷袭水晶 随着萨拉这边的战断 吸引了大半的玩家回防水晶 维希压力才减轻不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本就重伤的他渐渐地有一股无力的 就在此时一个治疗术落在了维希身上 接着就看到洛丽出现在自己身后 维希怒吼让他回去别出来 洛丽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冲上来一把抱住维希 表示要是在关键时刻都帮不了主 那我的血脉觉醒还有什么意义 然后又使出圣灵必要加持在自己身上 主人这次就让洛丽来保护你了 维希被感动得两眼泪汪汪 搂着洛丽让他报警了 千万别离开自己班 玩家们眼睛都看红了 自己死了无数次不说 眼见Buff马上就要死亡了 居然又满血了 现在还抱着一个一栋奶妈 维希可不管那么多 抱着洛丽就跳入人群中 决定先狠狠地撒一波狗粮再开打 这波操作直接激怒了玩家 又是人海战术战士近身抱住维希 给远处的魔法师施展魔法的时间 这种用命填的人海战术还是很凑小 每次法师的技能都能完美无误地击中目标 看着相当于广岛小男孩爆炸的威力 玩家们纷纷想到就算杀不死奶妈 至少也应该打残了吧 只要奶妈失去作用雄鹰领主 也就是锅里的烤鸭 哪知他们居然毫发无损地走不住 连发型都没有乱 原来他们的攻击加成只非维希有效 玩家们纷纷抱怨 杀不死奶妈 要再多的心 维希也会被奶妈救活 等地狱火把所有的复活水晶打爆 玩家们就是等死的份 眼见只剩下最后一个复活水晶 可维希却不准备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吩咐萨拉留下最后一个水晶 堵着复活点杀 杀到他们拿等级掉完围体 洛丽不愧为顶级辅助 不光是单单的加血还当起了拉拉对折 主人加油 主人真棒 主人无敌 就在这时谁也没注意到天空中突然出现一男一女 黑袍男趁着维希不注意时疯狂地朝着他背后行 感受到杀气的洛丽反头一看 瞳孔剧烈收缩来不及提醒维希 直接用身体挡在维希的后果 随着刀子插入身体 鲜血喷涌而出 维希惊恐地瞪着双眼张开嘴 却发不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就在此时洛丽体内的护盾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瞬间使得两人倒飞而出 刚落地的洛丽连忙解释 之前就给自己施展了圣灵庇佑 才会去帮主人挡那致命一击 维希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强调他以后不能再这么乱了 不然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随即维希死死地看着黑袍男 原来是圣殿骑士49级的刺客 怒吼倒走东西居然敢偷袭 还伤害了洛丽 发疯似地攻击着黑袍男 是要把他碎尸万人 渐渐落入下风的黑袍男 眼看情况不对 转身就要逃跑 维希怎可能让他安然逃走 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就是一刀劈 空间突然出现一个传送门 紧接着一个空间光球 击在维希胸口 口吐鲜血的维希感觉血肉被绞吸嘴 洛丽边施展治疗术 边检查着他的伤口 表示需要30秒才能让他恢复 维希却让他快离开这 因为敌人不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此时黑袍拿着匕首冲杀而来 趁你兵要女人 受死把雄鹰领主 在这危机关头洛丽的女人天赋显示了出来 吓得指挥哇哇大哭 维希死死抱着洛丽准备拼死一步 就在此时几道金色剑气急速而来 正在行凶的黑袍男身体四分五裂 紧接着就看到空中的传送门不断的伤害 像是在躲避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一道金色光芒紧追着传送门 在追逐了三分钟之后 传送门中的修女被一刀两断 这时维希才看清那道金光居然是圣女若一 但看着她那无情的眼神 维希想不通她在梦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紧接着圣女居然朝着维希发动了攻击 刚恢复过来的维希只能全力地举剑防御 强大的能量冲击使得圣女清醒的一瞬间 眼角流出了几滴血泪的圣女 像是分不出这是梦里还是现实 问她是不是维希 紧接着就瘫倒在她怀里 维希只是不小心触碰到她的尾 洛丽居然当场就唱起了琴歌 还做出一些反常的举动 比如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都是一些狗都不看的画面 原本维希这天是要战死沙场 只因圣武梦游不仅帮她杀掉了强敌 还差点把她也消灭了 还好最后力竭当场昏死过去 维希才勉强逃过一劫 而玩家这边也逃回了陈光阵 纷纷表示要退友了 不仅被捕损维希撒狗娘捏了千百遍 还被打得掉到灵级从头开始 主角叶浩此时也联系上了某蓝星的意志 被告知此战失败错不在叶浩 这是她和凯恩大陆之间的博弈 原来叶浩和雄鹰领主 是蓝星意志和凯恩大陆意志博弈的妻子 蓝星意志为了弥补玩家的损失 刻意安排女神来此加油打气和颁发新的任务 经过女神激情高昂的演讲 玩家们立马精神抖擞 勇士们向西出发吧 离开雄鹰领主领地 进攻兽人帝国领地 接着所有玩家都收到了新的主线任务 此时洛丽正在抢救昏迷的圣女 却发现圣女因施展金服 五脏六腑都已经破锁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更严重的是她的灵魂都被撕裂了 身体还能治 可是灵魂就只能靠她自己慢慢修复 维希把洛丽打发去休息之后 想着圣女的事情 应该是她思想混乱 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才会对我出手 看着圣女那虚弱的样子 暗叹别人当女主是要疯的疯 让洛丽跪在自己腿上是在惩罚 却不知洛丽因这个姿势而感到羞耻 但内心又非常的享受 幻想着主人这么帅 以后他们的宝宝应该也不功能 维希看着洛丽居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暗暗想到应该加重惩罚 就在这时洛丽唇齿拉斯一领天真 娇羞羞地说到洛丽想和主人生亡 维希看着她那副发情的表情立马打断她的 生什么生光天化日之想 等等 你别转移话题我还在惩罚你 洛丽却忍不住地扑了上去像只八爪鱼一样 然后紧贴着维希一口咬在她脖子上要重重 慌乱无章的维希不知手怎么抓到了洛丽的小尾 紧接着洛丽当场就唱起了刀狼的情歌 还做出一副狗都不想看的表情 结结巴巴表示亚人尾巴可不能乱摸 那是丈夫才能碰的地方 主人可要对洛丽负责道理 这时维希好像发现了新大路一样 嘿嘿一笑 我知道怎么惩罚你这个小兽娘了 接着就两只手当三只手用 疯狂搓揉着那毛茸茸的尾巴 嘴里还嚷嚷到下次还敢过来 认不认舒服不服气 洛丽嘴角留着一滴生命圆曲 还发出一些特殊情况才能听到的歌声 扭来扭去的连连求饶 主人洛丽不敢了 认舒服气了 随着维希停手 经过五分钟的时间洛丽才恢复过来 连忙表示有礼物要送给主 双手捧着四叶草递了过来 主人戴上她就会变得越来越幸运 维希认真地看了看 洛丽脖子下方的下方 那三叶草又代表了什么 洛丽瞬间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低着头乃声乃气道不告诉你 主人你自己慢慢想 然后飞快地朝着门外跑去 表示要去克里斯太太那里 学习新的知识 梦游中的圣女不仅强行推倒反派流氓 还张嘴就咬住了她胳膊 维希哪里受过这等侮辱 直接把她按倒在沙发 不仅以嘴还嘴 双手还给她来了盲人按摩 直到圣女喊出亚马德 才罢手告诉她 这不是梦境是现实中 原来这天维希刚惩罚完洛丽 好不容易清闲了一回 才想起这次击退了玩家 系统装死居然还没给奖励 主动打开系统领取到的 确实一件圣衣 怎么会给我一个女人的装备 接着系统表示穿上 就能变成宿主脑海里的任何形态 维希脑海里瞬间就出现了 洛丽穿上的各种管事 然后又幻想 高冷的圣女搭配着 坎胸漏背的黑色脸色 想到这的维希鼻血喷涌了出 赶紧要去冲个冷水早冷静一下 而这时昏迷三天的圣女终于转醒 起身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却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看着一个豪华金色大门 误以为是梦境的出口 当她推门而入时 却发现大恶魔维希 居然光着膀子愣愣地看着自己 圣女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梦见了一个卵蓝 还PM是雄鹰领主 羞涩地蒙着双眼 但内心还是忍不住夸赞她身材真好 维希却很开心地打着招 若一你终于醒了 而圣女却大呼小叫地朝她扑来 我不会再怕你这个小小的梦影 我要打败你 对着她的胳膊就咬了下去 气得维希大骂她属狗 然后翻身就把她死死按在沙发上 有仇不报非君子 何况我还不是君子 说完就扑了上去要以嘴管子 还偷偷地给她来了个三分钟盲人按摩 堂堂圣女哪里经历过这种感受 直接惊呼不要连连求劳 这是维希才告诉她 这是现实不是梦境 气得圣女嘴巴都歪了 自己居然送上门被人卡 突然系统又给维希发布了一条禽兽任务 凌辱圣女若一 完成后可抽奖一次 维希黑黑一笑 这不是现成给我送装备吗 接着闲珠手就伸了过去 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手本 本就要发怒的若一终于爆发了 一个五指姑娘就孤在了维希脸上 然后赶紧捂住被偷袭的部位 大骂她是个流氓混蛋 骂完两眼泪汪汪的怒势着维希 正巧洛丽此时给维希送下午茶 敲门道主人你在吗 洛丽要进来了 心里有鬼的两人魂都吓出来 这要是被传出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能想象纯洁的兽尔娘有一天穿上陆被服 然后摆出一些优雅的动作呢 盛须的维希连连求劳 捂着鼻子为了小命 强行安排洛丽睡觉觉 这天维希和圣女正在房间搂搂抱抱 两人正沉迷那种无法描述的感觉忠实 深知自己看到了不该看到 接着就直接被轰了出来 直到第二天大清早维希还在暴怒当中 还在头疼的维希却不知后宫要气活 圣女和洛丽正大眼瞪小眼的互相打量着对方 圣女满脸尴尬明明是敌对 有重要军情怎么还把我叫上 而洛丽却是满满敌意 她明明就是个外人怎么会在这 经过长达五秒的冷静 维希质问 艾伦斯你不是在王都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这时男人连忙表示 我王快死了 您的兄长希特列投靠了教廷 王都已经被教廷军队围困住 他们还在一周的时间里 连续杀死了多个天空骑士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雄鹰领帝 要将您杀死 听到这里洛丽站不住 着急的让维希赶紧卷扑个逃命 维希却不慌不忙的安慰着洛丽 让她别担心 只是很奇怪 雄鹰领帝很平级 除了和兽人部落离的镜好像没什么 等等难道是因为亚人 反头看着亚人圣明 没错应该就是为了亚人而来 教廷一直在暗中抓亚人做研究 这时男人递出一封密集 表示是卡兰特侯爵写给所有领主 维希看着那鬼打死人的文字清金爆起 两女在身后还好心提醒她好像麻烦 经过长达半小时 维希才弄明白里面的内容 大概意思就是大王子要去干的 你们来不来帮忙 不来的话以后你们被揍了别来找我 圣女满脑子问号 这可是你们的机密 就这样光明正大让我知道 这时士兵表示还得到密探的一些消息 主要是关于教廷和亚人 圣女听到是关于亚人 闭脸慌张催促着维希赶紧看 甚至圣女心急维希没有犹豫 直接打开看了解 里面写着教廷是怎样残害亚人 被抓住的亚人猪狗都不如 教廷专门通过亚人少女的血液生产 圣殿骑士 但转化率很低 现在开始研究亚人的基因 这时圣女懵了 用亚人的血液制作圣殿骑士 教廷原来这么邪恶 身为亚人的洛丽 连忙恳求主人救救亚人族 维希满口就答应了 接着让洛丽带着艾伦斯下去休息疗伤 维希看着这份密集 基本已经确定教廷进攻自己领地 就是为了亚人族 因为救自己领地亚人族最多 夜晚洛丽乖巧地端着点心来看维希 而维希突然想起灵犬圣衣 连忙让洛丽换上 换上衣服的洛丽表示 这衣服穿着好舒服 丝滑丝滑的布料让身体都放松了不少 维希内心变态地表示 那当然了这可是英雄级装备 不只穿在身上舒服 还能变换不同的衣服 比如变换成你的女服装 还能提升穿戴者的魅力值 我家洛丽穿上 她就是最美的亚人哦 洛丽脑海里想着变换的衣服 下一秒果真变成了想象中的款式 这可把洛丽开心换了 接着就做出一副迷人的表情 寒情迈迈地盯着维希 暗想这个时候应该趁热打铁 和主人生个宝宝 接着又变换了衣服的款式 然后趴在沙发上 奶声奶气地喊着嘴 维希两眼放光死死 盯着洛丽的后面 这是小脸微红的洛丽娇声问的 主人洛丽的衣服好看吗 维希边喷着血边回道 好看 非常好看 洛丽又表示自己每天都有喝牛奶 迟早有一天会变得 和克里斯太太那样肉肉的 维希摸了摸她的脸 其实洛丽现在这样也足够有魅力 洛丽趁热打铁地说道 那主人是不是可以 可以和洛丽生宝宝了 维希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再等等 等你过了生日 现在很晚了赶紧睡觉觉 洛丽被维希强行安排睡觉觉 她只能双眼翻白地板着脸补式抗议 维希深深地抹了一把汗 洛丽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危险 感觉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被洛丽拿下来 却不知熟睡中的洛丽留着口水 还喊着主人生宝宝 生宝宝 每到深夜休息时间 洛丽都会穿着女服装来给维希送晚点 但其实就是故意接近维希 想和她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 只因各种原因 维希现在还不能生宝宝 所以每次她都落荒而逃 这不刚逃出洛丽的魔爪 沉思着白天士兵带来的秘形 就在这时圣女若一不知何时来到她身旁 吓了维希一大跳 紧接着就询问维希白天说的 不推行亚人奴隶公约是不是真的 得到维希肯定的答复 她放下了高贵的身份 跪下请求维希救救亚人子 她表示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听到这维希黑黑一笑 满脸猥琐的询问 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 然后缓缓靠近她表示这样也可以吗 圣女脸色微微发红 暗想难道她想让我现身与她 然后快速起身 哼就撞上了维希鼻子 表示自己还没做好准备 维希捂着流血的鼻子 满眼鄙视 我只是想让你做我的女 你满脑子在想什么呢 圣女不断地向维希道歉 还表示自己可以帮她止血 陈光镇夜号这里 无声无息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吓得夜号拔剑就要劈砍过去 哪知居然是一位妖娆的魅魔 夜号阁下冷静点 我是来和你合作 经过几次失败的夜号气的发布 上次就是被恶魔坑惨 你们这些狗东西薅羊毛 能不能换个人薅了 然而魅魔毫不在乎她的语骂 还做出一副风情万种的样子 这次可是真心实意地来帮你 接着手一挥一道红色能量飘浮在捉你 慢慢形成一个传送的图案 随后一把英雄级武器浮现而出 表示只要愿意合作 这把武器就是夜号阁下的 而且你要是想得到我歉意 也不是不可能哦 接下来的画面就只能自己去看 本作者真的无能为力为你们展示出来 原本全是付费才能看 但现在完全免费 这边陈光镇突然出现了很多宣传单 亚人乐园亚人族的天堂 还有人不断地发着传单 这是安娜大人靠自己实力和教廷谈诚的条件 把木东城送给安娜至 作为亚人族家园 在那里亚人族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命 而且安娜大人还掌握了让亚人觉醒的方法 凡是去木东城的都有觉醒血脉的机会 经过那人不断地推销各种好 越来越多的亚人渴望去亚人乐园了 就在这时亚人圣女和克雷蒙带着军队的 小女孩白亚兴许是太久没看到圣女了 开心地扑了上去 圣女殿下白亚好想你啊 话音刚落白亚就被他哥哥快速地拉走 表示我们该走了 若一好奇地问道这是要去的 经过女孩的诉说亚人乐园种种的好 若一冷汗淋淋 没想到教廷的计划实行得这么快 还好来之前恳求了维希帮他想办 然而维希也只是调戏了自己一方 并没有做出很出格的事情 最后维希还给自己出来一个方案 想救整个亚人族就必须按他的计划行事 有着维希的军队帮助 那些有一项去亚人乐园的全都被抓了起来 此时的圣女非常痛苦 明明是在保护族人 但却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 这边维希带着仆女洛丽前往灰士城面见大王子 刚到城内就被热闹的街道吸引住 繁杂的叫卖声源源不断 洛丽左孤右盼得道 主人挥石城的夜晚和熊英岭区别好大 听得维希满脸甘大 就在这时洛丽满脸羡慕指着不远处 主人你快看那边 只见一个穿着华丽的骑士 牵着一个女徒逛着夜市 维希只是瞟了一眼 洛丽你怎么会露出一股羡慕的表情 你这心里是不是有点难了 男人来时不仅交捕女玩骑马打战 走时还强行要和精灵少女玩空中捆绑无戏 这天维希接到大王子邀请赶到石灰城 他们看着热闹非凡的街道感慨不已 没逛多久 洛丽红着小脸表示累了 不多时维希就带着洛丽回到了房间 抱着洛丽本想哄着她快速入睡 哪知维希趁着维希不注意 爬上来就啵啵啵搞偷袭 不一会儿维希就沉迷在那种只能一会儿 但不可言恕的感觉中 本想教洛丽骑马打战的一些小记情 不知是不是他 然后一个机灵就清醒地过来 紧接着就是翻身背对着洛丽直接装死 气得洛丽暗骂她不是懒人 只因国王被教廷用计害死 大王子邀请科隆帝国所有领主前来开会 会议大概的内容就是 国王已死我们将没有传奇及强者 教皇正在谋夺王权 欲将王权和神权合并 这样将是帝国的霸主 各位领主大人也别太灰心 我们联合起来的实力也不可小视 况且我已经和一群能不断复活的一族人打成了联盟 维希默默想到能不断复活的人不就是玩家吗 不多是一群异族人就走进了会议室 玩家们直进来到大王子面前 客气地向他问了一声好 紧接着管家对所有人道 你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抗教廷的圣殿骑士 然后对着小青蛙问道 你们异族人可以在半个月赶到灰石城吗 要是不能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搭建一个临时传送阵 不多是会议就草草结束 然而青蛙人主动上前和维希打招呼 询问他为什么要大量抓捕亚人组 维希难得说一次真话 我是为了保护亚人组 只因教廷暗中在抓捕亚人做谷布的事 然而往往说实话都没人行 青蛙人大骂维希不要人 抓了就抓了还说什么是保护亚人 维希气呼呼的一把推开他表示 你真的很贱 可你说实话你偏偏就是不信 刚回到房间洛丽就扑进维希怀里 表示要完成昨天没有完成的事情 这是一个仆人刚好进来 干咳一声道 王子殿下请领主大人去一趟 洛丽瞬间就不开心了起来 维希黑着脸到你家王子殿下真会挑时间 这不是才开完会吗 胡人满脸歉意 打扰到了领主大人 真的非常抱歉 但您可以带着您的女仆一起去 不多时维希和王子殿下 带着各自的女仆出现在会客室 王子狠狠一脚踩着女仆发出呜呜的声音 然后到作为帝国王子 我也不能没有表示 这是稀有的精灵少女 我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得到 你放心他还是干净的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就送给你 当一个收藏品也是非常不错 维希皮笑肉不笑道 多谢王子心意 但我怎能夺人所好 王子殿下还是留给自己 然而王子却是死死盯着洛宇 黑黑一笑 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 我们可以交换一个女仆 在洛丽惊恐的表情中继续等 如果你愿意把她留下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只要我能做到我都会答应 咔嚓 维希手里酒杯被她硬生生捏碎 平静到我已经习惯了她的照顾 所以你就别再有什么歪心思 王子虽然还是一脸笑容 但眼神已经出现了淡淡的杀鱼 紧接着就一脚把扶女提到了维希面前 这个精灵女仆依旧送给你 希望你别介意我刚当了王 然而维希丝毫不给面子 现在随时都可能战争 你还是把她送给那些亡物丧志的人吧 王子丝毫不在乎求饶的精灵少女 表示那只能将她丢到边境的兵营里面 洛丽看着那悲惨的少女 回想起以前的她 也是这样的无助和绝望 紧张地问道 殿下大人如果她被丢进兵营 最后的命运是怎样的 王子慢悠悠道 她会被士兵折磨致死 然后被堕碎为宠物或者抛誓言 听到这里洛丽请求维希把少女带回去 维希满脸无语 但最后还是同意 为了回家的风景够养眼 维希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截子 然后表示可以回家了 接着抱起洛丽就粉粉地剥了一下 一个跳跃就来到了马车上 维希看着满脸羞红的洛丽表示道 回去我们继续把那没有完成的事情留上 别动 到景点 还可以再到景点 别人在宫城打战 而这个男人却在宫城打波 只因男人是第一个攻上城墙的人 女人本来还想装一下 却被男人强行安排在城墙跳舞景 刚冲上来的玩家看着这福利待遇 尾部当初开始没拼命第一个登场 然而下一秒女人脸色一灵 强大的冰霜力量从体内瞬间散去 当杀进城内的玩家们咔嚓咔嚓纷纷被动了 原来只因叫停建了一个亚人乐园城镇 诱骗亚人去定居 实际是为了方便抓亚人做人体实验 圣女若一识破了叫停阴谋 但大量亚人已被洗脑纷纷要去亚人乐园 若一为了族人安全 只能强行把那些被洗脑的亚人控制起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逃了出去 成群结败地向亚人乐园赶去 亚人乐园这边高仿锁力 大量的亚人在美女迎宾的招呼下 源源不断朝里走去 小女孩跟着两位哥哥 经过三天的风餐露宿 终于来到了乐园 刚进庄园就有美女服务员前来迎接 表示欢迎三位的到来 午餐时间已到三位请跟我来 去餐馆的路途中 他们发现了大量一身煞气 还戴着黑色面具的士兵 亚人看着丰富还免费的午餐 越想越不对劲 怎么感觉这是死囚犯最后一餐饮 就在这时一个风韵游存的女人大声道 我是你们负责人齐亚 大家边吃饭边听我介绍一下乐园规则 吃完午餐我会先带你们见领导安娜大人 之后就是你们的入园仪式 大量亚人纷纷表示来对了地 还说圣女洛伊已经臣服了雄英领主的一席 大量抓捕残害亚人 齐亚听到他们的话心里乐开了花 表面逗着小女孩 内心却是暗暗窃喜亚人真好 午餐过后所有赶来的亚人正在广场 大家安静地听着安娜激情的演讲 经过安娜长达三分钟的洗脑 加上广场红色雾气的加持 大量亚人癫狂广是为了亚人服务 愿意献上自己的灵魂和血液 只因系统不断的提示 他们三人才提前捂住鼻孔 没有吸入红色雾气 暗响得尽快带着小眉朵逃离嘴 安娜眼见亚人气氛已到位 血液已沸腾 娇声声道入园仪式正式开始 话音刚落 一群变异的魔兽跳入高度 对着那些已经迷失自我的亚人疯狂的咆哮 紧接着就是对着亚人疯狂的嘶哑 迷失自我的亚人刚开始不仅不害怕 还满脸的兴奋 清醒的三人原本准备偷偷溜走 哪知演技太假被安娜当场揭穿 安娜一脸惊讶 居然还有两个人类混进来 连忙安排大量魔兽去抓捕他们 玩家眼见伪装被识 抱着小眉朵准备强行突围 这边维希刚开完圆桌会议 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准备回熊英里 出发前还不忘抱着洛丽啵啵啵啵啵啵 赞美到洛丽现在越来越迷人了 为了早点回到城堡和洛丽更进一步 维希由门踩到底快马加鞭的飞驰而去 正当他幻想着洛丽暖床的画面时 系统突然弹了出来 日常任务已更新 任务一 杀死安娜 任务二 摧毁乐园 任务三 给一百名玩家留下心理阴影 虽然心急和洛丽生宝宝 但刚好回去的路程离亚人乐园不如 这边两名游戏玩家虽然强大 当今不住敌人太多 被追得疯狂逃窜 眼见越来越多的魔兽围困过来 他们边跑边打开戏的介面 把乐园的情况和早已经拍好的照片上传网过 请求更多的玩家前来支援 瞬间就吸引了非常多的玩家注意 纷纷表示要前来助战 攻打亚人乐园 红发男子把梅朵交给白粉 让抱着小亚人快跑 自己来断后反正自己不缺复活力 接着就回头冲击授权 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逃跑 梅朵看着为了自己血债而死的男人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维希天神下凡 直接踩死一个士兵 不如其来的身影吓了他们一体 看着维希三五两刀就把追兵消灭给 玩家满脸冷汗 严重怀疑雄鹰领主就是当前游戏的终极暴 为了完成变态的任务三给玩家留下阴影 维希一脸冷笑的看见 然后缓缓讲解是怎么样对付他的女神若一 还表示自己不挑食 部分男女既然相见就是人 为了不被维希凌辱 男人瑟瑟发抖地咬舌自己 接着体统声音传来 凌辱玩家自己造成严重心理阴影 任务三完成度加一 维希抱着抢过来的眉朵飞飞一笑 现在的玩家心理素子越来越差 这边收到他们求救性的玩家终于赶到 法师在远处就施展了魔法攻击 守门的士兵被玩家们打得连连后脱 连忙派人请求安娜大人支援 听到动静的安娜满脸民众地看着城门放行 接着就对着负责人几个耳光 大骂她半事不利 被玩家混进来却浑然不知 然后让她去唤醒冰雪皇后 顺便把这里的事情上报给教皇大人 只见城墙上站着一个鸡肉女 正在自拍准备发论弹血 只因她是第一个登城的玩家 这是一个全身冒着寒气的女人来到她面前 叫滴滴道 哥哥人家好了 可以抱抱我 鸡肉男二话不说就满足了她的这个无理的要求 甚至没经过她的同意就直接拨拨拨了起来 这时女人推开鸡肉男 表示要为她献上舞蹈 待女人翩翩起舞时 空气中却越来越寒冷 接下来就发生了开头一路 玩家们纷纷被冻住 男人强行和冰女拨拨拨 当拨到88次时就用大宝剑捅死了 活女眼见冰女的下场 连忙表示要让男人感受冰火两重天 只求保住小命 这天维系接到系统任务 前来摧毁亚人乐园 刚到这里就发现漫天冰霜 只见城墙上一位冰雪女神 正笑咪咪地对着一个玩家扭来扭去 紧接着大量的玩家纷纷被冻住 成为了乐园里面的一个个的冰雕 被冰冻的玩家们一脸的吃惊 见维系居然满脸杀气地朝着冰女冲去 只见维系组着大宝剑 对着冰女的小屁屁就捅了过去 还好冰女反应快显之又显地躲过了维系的偷袭 保住了自己的菊花 而这次维系反手又死 大宝剑发出强大的金光对着他回去 不多时一道金光冲击而下 落在城墙发出空冬巨星 冰女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 维系正准备落手摧花时 冰女却使出了美名忌 领主哥哥求求你饶了我 紧接着抱住维系某条腿等时 饶我一命我愿意为您生一个民族 然后就爬了起来要去和维系拨拨拨 哪知刚拨到第八十八次时 维系嫌弃他舌头不够灵敖 手起刀落咔咔就是一道 冰女在那美妙的感觉中慢慢失去了生命 维系一个华丽的转身轻声道 哥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接着维系就找到了安娜 表示让她跪下扶手称臣 完成冰女的遗愿帮自己生一个民族 哪知安娜鄙视道 你刚刚对冰女所作所 自己以亲眼所见 想敢受冰火两重天就直说 别想对我搞偷袭 维系只能掏出大宝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紧接着维系就对安娜发起了第一次进攻 天空骑士的修为爆发而出 安娜也毫不示弱身体飘散出阵阵红色气体 当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时 并没有发出太大的波动 只因两股力量均是力敌的在互相吞噬 这时安娜身上的红色气体出现星星的火花 燃烧着气体散发出一阵迷人的香味 吸入过多的维系瞬间感觉全身无力 脑海里还出现了一个个原始欲望的画面 接着安娜小手一挥 红色气体包裹着维系向自己飘了 女人表示兵女拨拨拨八十八次而死 那我让你拨拨拨九十九次 让你再无法自拔时偷偷结束你的本命 结也是你永远等不到的女人 哪知下一秒匕首就被维系抢 女人惊慌失措喊大 你明明被我迷住了 这不可能不可能 迎接她的是维系的大宝剑 咔嚓就是一刀狠狠地捅过去 感受强大危急的女人 居然燃烧了自己十年寿命 强大的火焰瞬间把维系推了出去 这惊险又刺激的瞬间 安娜冷汗淋淋怒骂维系就是个阴险的老六 紧接着维系又冲杀了上去 丝毫不给安娜喘气时间 安娜看着维系那大宝剑劈卡 连连后退的同时 从裙子里掏出一个传送抽卷 顿时空间扭曲了起来 咬着银牙恶狠狠让维系等着 下次见面定要把她的腰子割下来 这时维系的权力一击劈卡而至 可惜安娜只留下一道残疑 真身早已被传送了出去 强大的攻击落在教堂爆发上 教堂轰然倒塌 玩家们纷纷希望安娜和维系同归于己 然后他们就可以进去捡装备了 一个玩家还笑嘻嘻的 要是半死不活 我们就上去补几刀 又加经验又爆装备想想都激动 维系突然发声 可以呀不仅想谋财还要害命 玩家们纷纷反头看着维系 想跑又不敢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母 接着就是维系一条一群的战斗 不断的玩家被折磨得身下骨架倒飞出去 不多时新手村就多了一群零级的玩家 身体颤抖不已 嘴里大骂维系不讲武德 三番四次把他们杀得掉到灵级 有个私人女服的男人就是幸福 刚到家就有人前来服侍 可他依旧不满足还要偷偷调戏亚人圣女 维系刚回到领地圣女 若依就找到了他 表示抓了许多想去乐园的亚人 目前已经安抚好了他们的情绪 但大多数人还是不信亚人乐园是教廷的阴谋 就在这序旁边水池出现一个巨大的鱼尾 溅起大量水花掉落在维系身上 紧接着若依那毛茸茸的小尾巴 就被维系当成毛巾擦着身上的水花 你不知道亚人的尾巴不能碰吗 下一秒一个小拳拳就砸在了维系右脸上 满脸尴尬的维系看着眼前的美人鱼 询问到你们亚人族还有人鱼 若依解释道 亚人人鱼和水族人鱼不一样 亚人人鱼成年鱼尾就能变化成双腿 可以长时间在陆地生活 这时人鱼才看清楚是维系领主的 大骂他是个大坏蛋 尾巴瞬间变换成双腿纷纷逃离了此地 趁着这个机会维系假装生气的抱着若依的我 表示到你的族人你都管不好 我有必要和你深入交流一下 接着圣女若依就大声招呼着亚人集合 领主大人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不多是亚人族人纷纷围绕了馆 细声细语地交流的 你看我们的圣女大人都快要成为领主的女 接着维系让他们安静一些 表示你们虽然是亚人 但既然生活在我的领地 那也就是我的子民了 一共两件事情 向你们揭穿亚人乐园的阴谋 第二 我将一一测试你们的血脉能力 然而有亚人大声质疑道 我们成为你的子民 是不是要给我们分配土地 我们可是00后不喜欢吃饼 维系保证道 通过测试将留在城堡工作 没通过的可以每人分一块土地 而且成为还将保护你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这个消息一出 亚人纷纷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自己的土地 看着他们的表情维系很满意接着 亚人乐园已经被我摧毁 那里就是叫停了一个骗子 这时大量亚人怒骂维系恶 什么土地什么保护法律都是骗子 他就是一个大恶魔 纷纷表示要逃离这里 眼看亚人即将发动暴乱 维系招呼士兵 让他把乐园解救回来的亚人带上来 不多时一群亚人就走上了高台 台下很多人认出了领头的是梅朵 吃惊地表示他不是去亚人乐园了吗 然而小女孩们来到维系面前纷纷向他请 早安领主大人 维系连忙招呼让梅朵过来 让他把亚人乐园的真实情况仔细地说一遍 梅朵小手一挥请求大家一定要相信维系领主 泪声俱下地把乐园的阴谋详细地说了一遍 然而亚人群众只是愣了愣 然后表示梅朵被维系收买 除非拿出实际的证据 急得梅朵眼泪都掉下来 连忙拿出姐姐死后才会脱落的梅心甲 表示到姐姐被他们带去参加入贵仪式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我偷偷去教堂看见兽人和恶魔正在残害亚人 这个梅心甲就是从那里捡到的 到了此时此刻群众基本相信了梅朵 纷纷拉跨个脸 自己心中的乐园居然是个地狱 这时维系叹了口气 大声道要不是看在你们圣女 和我专属女仆洛丽的面子 我才懒得管你们的死活 接着就是亚人群众不断地对维系和圣女洛依道歉 表示错怪了他们 请求圣女原谅 洛依的心终于放响 看着台下的族人 交代他们下午的测试 大家一定记得准时到 下午洛丽陪着维系早早就来 洛丽一脸担忧道 主人你要是一个一个测试 怕是到明天晚上都测不完 主人可要适当地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维系拿出一个水晶球 这可是好东西能扩大荒野窒息之日 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 然后脑袋微微厚仰感受 洛丽那强壮的胸肌 坏坏地表示不会耽误 我们晚上啵啵啵的时间 洛丽脸色微微发红解释道 自己明明是担心主人身体 可没有胡思乱想 不多是荒野窒息通过水晶球 扩散到了整个广场 维系连忙提醒道 你们按照血脉觉醒方式 去感受这种气息 紧接着就是一群亚人少女身体 哆哆嗦嗦嗦 扭来扭去感觉全身无力 都想要去和维系啵啵啵啵 亚人青年也流着口水望着维系 纷纷表示维系灵主好像越来越帅 好想把他扑倒 半小时后维系满脸失望 翻着白眼按到这么多样子 居然没有一个人觉醒血脉 紧接着就感觉身后 好像有股力量要爆发而出 连忙反头看去 只见一个亚人女孩生 出现一个正在喷着岩浆的火山 就在这世泳池里一条大大的蚊 卷起滔天巨浪 一条人鱼满脸的茫然 身体却发出强大的水源素能量 男人居然不顾女人的求饶 要强行教他育夫之道 经过两人三分钟的扭打 最终女人败下阵了 男人却对他的魔纹感到浓厚的兴趣 然而洛丽却不知何时来到他们面前 端着枸杞人身汤弱弱的表示 主人做这等大事应该把门关上 这天维希正在给亚人做血脉觉醒测试 经过长达八天的努力 居然才发现只有两个能觉醒血脉的亚人 这个觉醒概率实在是低的不忍知识 维希满脸好奇地盯着鱼人 询问他叫什么名字三维是多少 咕咕咕 吓得鱼人在水里不断地冒着泡泡 接着就被维希强行抓了出来 大概比划了一下身高三维 然后强行给他取了个名字 以后你就叫泡泡 吓得旁边的女孩连忙露出职业性威胁 大声道领主大人我叫妮娜 接着维希就询问道 泡泡你先说你刚刚感悟时看到的景象 泡泡回忆起刚刚看到的情景 表示到大海上出现了巨大的台风 一艘大轮船被海水吞噬点 还有许多泡泡不断地从海里漂浮声上空中 维希摸着下马道 很好你已经被我公司拼命 然后你先站住我那层的一个小喷泉里 泡泡在浴盆里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像妮娜表示自己看到了火山暴 然后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石头沉入了海底 维希满头问好 各种各样的石头这是什么情况 她以后觉醒的技能该不会是用石头攻击敌人 或者捏个小石头人为她进攻 想象着那滑稽的话 维希只能按住内心荒唐的响咕 表示你也被聘用了 你就暂时带着那群小萝卜头 帮我管好它们 这可把妮娜高兴快了 刚被入用就成为了一个领头养 连忙保证完成任务 接着维希把管家叫了 询问她外城的整改如何 现在一大群亚人等着安置 接着表示不仅要给他们分配住处和土地 还要提供一个月免费食物 之后就要让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管家却支支吾吾说碰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资金已经快用完了 维希眼神一鸣 没钱这还不好办吗 城内那么多资本家去找他们借给 然后让管家告诉那些富商 如果谁敢复衍了事 就送她去挖十年铁矿石 忙活了几天的维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回到房间准备洗澡好好睡上一觉 就在这时一个红衣女子凶神恶傻 举起台灯就在维希背后搞偷袭 她的一声 维希打翻了台灯 一把就抓住那瘦弱如柴的手腕 女人哪是维希的对手 接着就被控制在墙边 维希先是满脸惊讶地看着这个女人 然后冷冷道 我好心从大王子那虐待狂手里就出了 你不敢恩就算了法恩将仇报 接着维希就使用了系统技能 要一探究竟你的底细 脑海中就出现了女人的资料 原来她是精灵王亭二公子 现任精灵女王的妹妹 眼看自己身份曝光 女人抓狂倒是你们要入侵我的家园 我要杀光你们 维希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死死把她手高举按在墙上 表示到偷袭了我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接着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撕扯和女人求饶的声音不断响起 经过两人不断的努力 维希突然看到她身上居然有一个纹身的图案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精灵雕性激活后一定犯为类 互相定位的魔纹 维希大骂女人头发长见识 纯女人想要报仇也找错对象了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维希被女人智商气得轻轻暴起 连忙询问系统这个精灵性标怎么关闭 接着就在女人那性标上胡乱的触碰 威胁女人赶紧把性标关闭 正当维希准备进一步时 女仆洛丽端着枸杞人参汤 不知何时出现在她们面前 弱弱地问道主人你们在干什么 我给您送母汤来了 维希满脸尴尬询问洛丽什么时候来 并连忙解释到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刚进房间就被这个女人偷袭 还好反应快不然现在你都见不到我 洛丽嘟着个小嘴满脸不信 然后提醒到主人做这种事情应该把您关上 这可是克里斯太太教的 这个女人居然恩将仇报 要偷袭把她救回来的绝世高手 这不就是典型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毫无意外就被维希反控制住 维希先是口头调戏告诉她 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剧 让她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接着就是剧情一步一步地往下演 女人的求饶和撕扯布料的声音不断地传出 紧接着女人就激活了身体上的精灵信标 这个信标能让附近的精灵皇祖 精准地知道她所在的位置 维希大骂这个女人恶毒 不仅偷袭自己还要召唤族人前来 紧接着维希就不断地尝试该怎么关闭信标 在她不断地摸索中却浑然不知 有人已经偷偷在她身后 洛丽端着补汤默默地看着他们的现场直播 维希这才发现洛丽不知何时到了 连忙尴尬地询问洛丽什么时候了 一定要相信自己 事情并不是看到的这样 然后把女人偷袭自己 如何激活定位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表示自己只是在摸索如何关闭定位 洛丽嘟着小嘴看了维希两分钟严肃地道 主人以后这样的大战一定要关闭 不然被人偷拍了可不好 看着洛丽那副生气还为自己着想 维希哈哈大笑表示 下次和洛丽啵啵啵啵一定要买相机 这时女人偷偷把精灵信标关闭 还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维希看女人装得这么紧 连忙让洛丽上前要去检查女人的身体 正当洛丽检查时 女人求洛丽帮帮她 还说自己是前来送餐的 但一进门就被维希各种虐待 然而洛丽表示主人是个好 绝不会强迫你跟她生宝宝的 让她不用害怕 这时维希拿出一个药丸笑咪咪咪的 我的人品可是领地公认的 你居然还想误蔑我 话音刚落就把药丸强行塞进她嘴里 女人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抗议 但女人彻底吞下后警告她老实点 这可是本领主特制的毒药 只有自己才能剪开 不信你看看自己手臂 女人抬起胳膊一看 原本洁白无瑕的皮肤此刻红肿了起 女人立马惊慌失措 可不想做个丑八怪 这时维希提醒洛丽 这个女人是大王子那边带回来 多上点心也许她就是一个贱人 洛丽这才反应过来 主人强行下毒的原因 然后表示当时求主人救她好像是挺蹊跷的 然后满是愧疚的扑进维希怀里 询问是不是当初不该求主人救她 维希安慰洛丽不用自责 然后在她额头拨了一下 表示这个精灵就跟着你吧 好好管教管教 然后带她去找爱丽丝太太制定一套衣服 嘱咐到天快黑了不安全 你把若伊喊上一起去 刚离开维希的房间 精灵表示在洛丽身上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 询问她是不是觉醒的哑精灵 洛丽一脸的不耐回头 我不是什么哑精灵 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领主大人的贴身女 精灵依旧不死心 突然一把拉住洛丽的小手 表示刚刚真的是去送餐 然后维希就要虐待她 洛丽眼神瞬间充满杀气 刚刚在房间我并没有看到餐具 但却看到被打碎的台灯 然后啪的一声反抓住女人的手 你这个女人满嘴无话 我当初真瞎眼了才求主人救你 然后冷冰冰道 你现在归我管 也就是我的人了 要是你再敢做残害主人的事情 那将不需要主人出手 我会亲自杀了你 这个女人不仅都以男人把她按在墙上调戏 还强行扑倒男人的私人女婆 不是咬她的脖子 就是抓着尾巴不放 这天夜里洛丽前来找圣女若依一起去定制衣服 哪知圣女若依刚洗完澡 只是包着个浴袍就走了出来 询问洛丽大晚上不睡觉是有事情吗 洛丽看着那雄厚的资本 瞬间就不开心了起来 冷冷到主人让我通知你一起去定制衣服 洛丽一脸无辜不就是定制衣服吗 怎么感觉敌意这么大 然后准备回房间换件衣服就去 哪知洛丽一脸认真询问道 你是不是喜欢上领主大人 圣女若依一脸的慌张 最后还是承认了不知何时爱上了维系 很有可能就是梦境里面发生的事情 洛丽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们在梦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看洛丽这么不懂事 若依两眼一臂表示这是我们的秘密 凭什么告诉你 眼看空气中充满了酸溜溜的粗吻 洛丽强硬到和主人第一个生宝宝的人数 你不能插队 若依两眼一番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 然后缓缓道这应该各凭本事 你说了可不算 然后暗自开心的想道 表面看起来维系大人和洛丽很亲近 原来他们还没突破那层关系 接着就在他耳边缓缓道 以前都是为了亚人而活 现在我要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谁也阻止不了我 还表示太不公平了 看见维系大人和你啵啵啵啵 你们应该已经亲过很多次了 你不是想知道我们在梦里做了什么吗 我和维系大人在梦里为了宝宝 大战了三千回火 气得洛丽大吼到不公平 若伊也说到是很不公平 现实中只有你和维系大人啵啵啵啵啵 眼看洛丽要走 若伊不知哪来的勇气一把抓住她的手 表示也要尝尝维系大人亲过的地 然后双手用力一拉 嘴里还嚷嚷到应该是脖子的次数最多 接下来洛丽就感觉脖子被什么东西吸着 嘴里大喊主人救命 家里出现了一个女变态 若伊死死地抓住洛丽的尾巴 询问她 你的尾巴是不是经常被大人这样拉着 不然怎么能这么紧 然而维系丝毫不知道 一张批文绑定义 想到最近完成的任务 都还没有找系统抽奖 刚打开系统 就有消息传来 完成日常任务 获得命运锁链加一 下面为宿主随机抽取奖励 本次抽奖获得惊魂幽奇十个 暴击奖励一个 不多时房间就冒出了许多黑色气体 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个惊魂幽奇 维系看着那恐怖的属性面部 居然都是天空骑士的实力 还自带复活技能 维系兴奋地在房间走来走去 然后按道这就是自己杀手锦 一定要藏好了 接着就把他们安排在仓库里面 没有自己的命令 不能擅自行动 刚准备去睡觉 就看到门口的洛莉 连忙把她招呼过来 就发现她胳膊处有红度 双眼泪汪汪的 像是刚刚被人虐待了一样 洛莉满脸委屈到主人天心 明明是自己先来的 为什么要和若医生宝宝 还大战了几万次 然后掀开自己的头发 表示那就是个坏女 不仅喜欢主人 连洛莉都不放了 男人只因姐妹发的争承 体力不知昏死过去 为了男人的生命安全 姐妹最终达成协议 一三七归你 二四六归我 星期天大家一起休息 这天洛莉一见到维希 就哇哇大哭起来 表示明明自己才是贴身女婚 主人为什么要先和若医生宝宝 还恶狠狠到 那就不是一个好女人 不仅要抢我的主人 连我都不放过 就在刚刚她居然咬了我的脖子 维希一脸无辜 自己哪有和若医生宝宝 连忙让洛莉慢慢说清楚 到底什么情况 洛莉扑进维希怀里解释道 若医在梦眼里受主人的影响 遐想出了一个和主人一模一样的 然后在梦里和那个主人生了一百个宝宝 还播种了几万次 呜呜 维希差点没忍住想 堂堂圣女若医私底下居然这么 然后对着洛莉道那都是假 要是你想我们现在就可以生宝宝 接着就抱着洛莉告诉她这样就能生宝 你可是第一个 洛莉红这个小脸怀疑道 主人说的怎么和爱丽丝太太交的不一样 维希摸了摸她的头发表示 难道你连主人都不相信吗 快睡吧早睡早起 有助于宝宝的健康 当洛莉睡着后 维希按道洛莉身体还是太弱了 暂时还不能生宝宝 还得再忍忍 感觉自己都快被玩疯了 就在这时一个身着白色玉袍的女 居然爬窗户来到了维希房间 紧接着就用她那毛茸茸的尾 在维希的脖子上慢慢缠绕了起 原来是圣女若医偷偷跑得进来 好不好 接着就拉着维希的手 深情地望着装睡的维希表示 不知道你的定力到底怎么了 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放在了自己腰间 此时的维希有骨骂娘的冲动 要是洛莉不在自己肯定要控制不住 然而若医却不依不饶 轻声叫唤维希大人 你就别装了 你的武器都要划破不料了 维希紧闭着呼吸 就像正常人碰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不敢发出一丝的声音和动静 不死心地若医凑了上去 学着洛莉的口吻 弱弱地喊道主人 主人我来了 维希满脸汗水 体内的洪荒之力直接爆发而出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个鬼屋 这时洛莉也被惊醒了过来 询问洛莉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哪知洛莉没有回答她 反而直接问洛莉想不想和维希大人生保 然后表示自己有办法 不多时原本满是敌意的两人 不仅握手言和还成为了一对好姐妹 男人为了后宫三千加厉的高质量生活 亲自研发出一款迷幻相守 贵族富商纷纷围观上来仔细打 哪知下一秒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巅峰状态 维希眼看效果这么好 是要狠狠割一波韭菜 这天清早会议室就来了一群贵族富豪 他们受维希领主邀约前来参加商业新模式 眼看人已全部到齐 双眼无神的维希才带着两位私人女 慢悠悠来到会议室 富商看着一脸疲惫的领主大人 按道以前的领主可是不尽如此 自从收了亚人女博 总不能解释自己从未主动 却一直都被两个仆女折磨 接着就对着富商们道 今天召集你们前来 主要是推荐我领地新产品 一款高档的迷幻香水 若一连忙打开一个豪华的领域 里面是一瓶紫色的香水 然后小手捏着瓶带 拨得一声 香水就被打开了 富商们纷纷围了上头 本想仔细地打量清楚香水的虚实 哪知刚闻到那股疑人的香味 众人脸色纷纷微红了起 接着就感觉心生愉悦 全身充满了活力 仿佛瞬间回到了18岁那种青春的感觉 眼看他们马上就要迷失自我 维希连忙把香水盖起拿了回来 一个实力雄厚的富商连忙表示自己不要利润 恳求领主大人把代理商交给自己 话音刚落 其余的富商争先恐吼介绍自己的售卖局 代表是自己强大市场关系 看着他们闹哄哄的母音 维希怒拍桌子让他们安静了 我知道你们都想获得售卖资格 既然把你们叫来 说明你们得到了我的认可 我将采取一种全新的方式和你们合作 人人都可以获得售卖权 紧接着让洛璃把羊皮券送给富商们看 维希接着道 新的合作方式都写在了羊皮券上 你们自己好好地看看吧 不懂得可以问我 原来就是一个会员纸 会员等级越高售卖权越高 售卖权越高税收反而越低 富商们看着这个新的合作方式 纷纷表示惊奇 居然赚得越多反而税收越少 维希一脸坏笑 以前在某球就被这些无良营销模式 掏空了自己的钱包 现在轮到自己来割韭菜了 想到以后源源不断的金币 进入自己的那空空的钱包 维希就激动故意 这时有人就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请问领主大人如何才能升级星级商人 维希露出一个和哀可亲的效果 这个是可以直接购买 只要出钱马上就能为你们办 只需一万金币就可获得 整整一年时间的五星商人身份 虽然看起来很多 其实每个月也就几百金币而已 经过维希满满的套路 富商维克多第一个站出来要成为五星商人 表示会员费稍后管家就会送过来 维希满脸笑意拿出代表五星商人的徽章道 恭喜你成为领地的第一个五星商人 眼看维克多已经身为顶级会员 其余富商坐不住了 纷纷表示要冲会员 最顶级的这种 看着这些韭菜们的主动 维希一脸兴奋道 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 姐妹花为了获得男人的欢心 居然主动要成为她的女国 并且为了争夺第一个生宝宝的权利 姐妹直接恶语相向 要不是男人拦着估计早已刀兵相认 人鱼泡泡被维希安排住在花园的水室中 但这里早已住着一个冒谱的石头人 这天人鱼只因心情美好 鱼尾欢快地在水里拍打着 见起一阵阵水花落在了萨拉身上 暴躁如雷的萨拉辱骂泡泡是只虫醉 这已经是99次把讨厌的水扑到自己身上了 接着萨拉就以自己的方式发泄着内心的不满 吓得泡泡连忙远离了这个暴躁的石头人 但石头人发泄完毕 泡泡好像又恢复了原来的心情 凑上到石头哥 你怎么老是被火烧 你会不会很痛吗 气得石头人火冒八米高 要不是领主大人交代我 当场就要抓起人鱼做成烧烤 这时维希带着两女朝着他们走 石头人眼见领主大人道然 先是向维希敬礼问候 接着就请求领主大人赶紧把虫子鱼弄走 不然迟早要被他整风不可 维希的手臂被洛丽死抱着 那强壮的胸肌让维希心思飘灭 然后满脸笑容忽悠石头人 我回去一定认真地考虑你的问题 接着就把泡泡招呼了过去 表示要为他单独开启荒野气息 让他近距离地再感悟一次血脉觉醒 然后把手放在了他的头上 紧张的泡泡直接闭上了小眼 不多时他的意识就来到了无尽的身体 看到无数的族人死去沉入了海底 赶海归来的愚人朝着我走 不 他 他 他是我的父亲 他神情严肃嘴里说着什么 父亲好像让我快逃跑 不要觉醒血脉 不要成为神的容器 让我忘记什么 接着泡泡身体发出一股强大的能力 池里的水被冲击的暴射八明月 承受不住的泡泡直接昏死了过去 维希连忙抱住昏死过去的泡泡 看着他那满脸的疲惫 维希内心满是内疚 好在泡泡终于成功地觉醒血脉 身份居然是亚人水星宫思义 他记忆居然还是被封印的造反 然后把泡泡交给了若伊 表示到泡泡已经觉醒成功 只是消耗太大才导致昏死过去 休息几天就好了 这时仆女洛丽满脸担忧 主人什么是神的容器啊 难道亚人血脉觉醒都是神的容器吗 维希这才认真思考起来 按道应该是神明为了争夺信仰之力 自己没法降临 只能通过觉醒的亚人作为媒介降临 他们为了泡泡更好的恢复 把他平躺在池边的潜水区 这样既不会被淹死又不会脱水而来 安排好泡泡之后 洛丽连忙跑过来抱着维希手臂期待的 主人今晚我们生个宝宝吧 不等维希回话 若姨也扑了上来撒娇道 维希大人我好怀念梦中的日子 正当维希不知所措时 两女就开始了相互对喷 双方各自抱着维希一条手臂 都表示今晚大人是我 眼看他们越吵越烈 维希满头大汗弱弱道 你们别争了要不今晚大家一起 男人为了和圣女进一步的发展 主动送出本以为毫无用处的神秘水晶 哪知下一秒就被系统告知这乃是神格碎片 宿主拥有他就有了招募玩家的能力 此时维希肠子都毁清了 只能厚着脸皮表示水晶有裂痕 要换个更好的脸 然而若姨的回答让他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只要是维希大人送的我都要 我不挑食的 被逼无奈的维希只能拿出杀手锦 抱着若姨就说了一堆的乡村土情话 瞬间让若姨羞红了老脸 经过三小时甜言蜜语的输出 若姨终于还是同意了维希的情绪 到时给他送一个更好的礼物 原来只因为维希昨晚完成了凌辱圣语任务 才获得了一次特殊的抽奖机会 接着就抽取到了一个神秘的档 和这个神秘的水晶碎片 刚和若姨分开 维希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水晶召唤玩家降业 随着水晶发出一阵阵召唤之力 连带着主角夜号这边 缺了一个脚的水晶也发出微弱的光芒 紧接着玩家们的画面就全部被定格中 然后弹出一个提示矿等式 现开放500名玩家名额加入雄鹰领地 还有新的职业可供选择 随后所有玩家就纷纷被强制下去 再次启动游戏的玩家纷纷抢夺着500名 抢夺到名额的玩家 直接从头开始降临在了雄鹰领地 亚人小眉朵看着一些熟悉的玩家很是高兴 上前就要带他们熟悉环境顺便叙叙酒 就在这时一个大手按住了他的小脑 随后维希的声音传来 小丫头先帮我把人带到广场去 我有事情要宣布 半小时后维希带着圣女和洛丽朝着广场 玩家们纷纷露出羡慕的表情 还是当反派好不仅能烧杀抢阅 还有角色私人女伯24小时服务 随后维希先是来了播自我介绍 然后表示热烈欢迎诸位玩家的道理 这里是雄鹰领地领工厂 不久的将来战争将要燃烧整个凯恩大陆 所以在接下的日子 你们将在我的统治下见证一场血与火的心声 玩家们听到这里纷纷呆住 这是大型世界级任务吗 可是我们还是零级啊 然而维希继续道 我会带领你们推翻腐朽的王朝 重新建立新的秩序 我们将一起血洗这个世界 听着维希那激昂的演讲 玩家们彻底疯狂了 齐声大吼道 血洗世界 血洗世界 雄鹰领主 雄鹰领主 维希看着台下气势高昂的玩家们非常忙 暗自庆幸还好死皮赖脸要回了这个水晶碎底 接着表示稍后会有人带领你们熟悉一下环境 还有前一段时间城内迁入大量亚人 房屋和资源严重短缺 接下来你们升级最快的任务就是 挖矿砍树建坊 把破旧的瓦房都改造成全新的模样 一些女玩家和手残党顿时眼前一亮 终于不用打怪刷爆升级了 随后维希就介绍了五个新职业 转职唯一要求就是需要先达到实际 话音刚落 玩家们纷纷表示要把领东城的树统统砍光 要成为第一个转职的玩家 维希看着玩家们的积极性 暗自松了口气 本以为还需要敲打他们衣服 哪知他们为了新职业根本不把自己当人 变开男人居然用大铁链锁住女人的双脚 女人为了解放双脚的痛苦 趁着男人午睡时间前来偷钥匙 哪知听到声响的维希误以为是仆女洛丽 眼睛都未睁开轻声道 洛丽去帮我倒杯水 不多使女人轻手轻脚地端来一杯水 只希望维希别睁眼好让自己逃过一劫 借过水杯的维希突然闻到 一股不属于洛丽身上的清香味 睁开眼轻轻一瓢 映入眼球的室内38F的猪目狼马峰 随即刚到嘴里的水就被喷涌了出 迎接女人的就是一个短暂的淋浴 那画面简直不忍实实 维希看着被自己弄湿的女人 尴尬地询问 爱希丽亚你怎么穿成这样 还偷偷溜进我书房 女人本就穿得什么 又被茶水打湿 冷得瑟瑟发抖道 洛丽大人让我换好衣服的 而且不是主人你要求穿成这样的 维希满脸无语 自己明明说只露出精灵性标的部位就行了 暗想克里斯太太的服装设计 真是越来越符合自己口味了 就在这时 洛丽和若伊闯进了房间 笑咪咪道 主人我们回来了 完美地完成了你的任务 那些玩家都已经安排妥了 接着就看到爱希丽亚一身 湿滴滴地站在维希身边 两人的神情都充满了尴尬 洛丽怒骂女人是个狐狸精 为何进维希房间 爱希丽亚为了掩盖偷钥匙的事情 只能满脸委屈撒谎的 是听见主人要喝水 自己才进来服侍 就在这时 房间四人突然感觉 空气中温度直接下降 各自抱着自己的胳膊 打着寒颤 阿巧 维希打着喷嚏询问什么情况 房间怎么就突然就变冰库了 随着四人的寻找 终于发现变冷的连土 原来是这颗被系统奖励神秘淡淡 维希感受那刺骨的寒意猜测了 这该不会是一只神级兵系魔兽 各一凑上来 刚用手指触碰到蛋壳 小脸微红到好大 而且蛋壳上的花纹好奇怪 怎么感觉越来越烫 不多时神秘淡淡就发出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 一股兵系和火系力量不断在空气中融合 维希先是满脸愕然 接着就怒骂神秘淡淡变态 还没出生就想玩冰火两重天 接着就抱着神秘淡满是好奇 两股完全矛盾的力量元素 居然可以和平地在一个生物体内存在 不应该会爆炸的吗 为了弄清楚淡淡虚实 维希打开了他的属性面板 当看到最后一栏 新娘从淡淡开始扬起 闭头雾水的维希轻轻抚摸了一下神秘淡 哪只被触碰的地方居然变成了淡红色 卧槽你的妖兽淡居然还会害羞 紧接着系统声音就在维希脑中响起 神秘淡喜欢冰火属性磨合 喜欢沐浴和被擦拭蛋壳 满足三个条件孵化速度将大大提高 就在这时洛丽从维希背后爬了上 嘟着的嘴满脸气愤的 主人这是你和谁生的淡 接着就询问是不是洛伊的 这可把维希和若伊尴尬的不要不要 维希连忙解释到 怎么可能突然就能搞出一个好大人 本还想说什么 神秘的蛋蛋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冰火能量 让他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冰火两层天 不多时能量消失 维希满是期待神兽的破壳而出 询问神秘蛋要不要给他安排一个女仆贴身照顾 或者给玩家下达任务 让他们每天来擦拭蛋壳 然后上贡魔盒再带着你去沐浴 哪只以上的安排都被蛋蛋拒绝 紧接着就在维希身上蹭了蹭 想要表达什么事 这时两女好像看出了什么 提醒到主人这颗蛋是不是想要独自霸占 神秘蛋立马前后轻轻摇摆表示 就需要维希的照顾 这可把两女计划 连忙要把维希带走表达主人是他们的私人所有 你一颗蛋蛋抢不走主人 就在这时神秘蛋居然又发出冰火双元素能量 还发出嘶嘶嘶的轻吼声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维希一脸冷汗立马大喊 停 等一下 在被冰冻的瞬间转移话题道 我们应该帮神秘蛋取个名字 总不可能老实淡淡的喊 圣语若依不仅偷别人的仆女装穿在自己身上 还主动勾引男人 表示自己现在就是你的私人女仆 哪知下一秒就被男人喷了一身的鼻血 这天几人为了快速孵化神秘的蛋蛋而绞尽脑汁 最后还是维希灵光意识 打开系统就发布了任务 要解决神秘蛋的食物问题 清理周边魔兽 一届冰火双系魔盒美获得30度 可兑换精良级装备一套 其他一阶魔盒需要40个 二阶魔盒只需10个就可兑换 只因神秘蛋是冰火双系魔兽 任务刚发出玩家们纷纷收到了系统提示 清理周边魔兽获得魔盒可兑换精良装备 大量好战的玩家顿时热血沸腾 都是新手级别任务居然就能兑换精良装备 领主维希真是大手笔啊 也有个别手残党表示喜欢慢节奏 还是侃侃树挖挖矿 维修房子有意思 完全就是一副生活玩家的魔 然而主角夜号这边的玩家 却是一片怒骂和哀嚎声 纷纷表示反派领主维希那边的待遇 实在是太好 不仅有五个职业可以转职 新手任务还能获得精良级装备 要不是反派只有500玩家名额 估计都跳槽跟着维希混了 更有脾气暴躁的玩家敲打捉面 表示连亚人都被维希拐跑 跟着主角夜号还有什么意义 本来我们的剧情就是保护亚人 堂堂主角夜号也快被逼疯了 最重要的是下个月 要是不能交一批亚人给恶魔族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正当他苦思冥想各种办法时 脑海里传来了恶魔的呼叫 接着意识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缓缓到神格的事情不怪你 这是凯恩大陆意志的反击 我们也有不小的进展 兽族的宝物已被解析完毕 可赐予新职业受人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开放一个新职业就能解析 夜号冷冷到现在玩家们已经开始崇拜维希 而且亚人族也全被维希带领 玩家甚至还已经偷偷和帝国大王子结盟 然后暴跳如雷表示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小丑 那些玩家不仅在论坛上骂我是第三者 还说我是废物主角 黑衣人不以为然道 玩家都是小事 大王子为了获取力量 已经转化成吸血管 到时揭穿他的底细 玩家自然就回归了 还有就是你和深渊的交易已经无法取消 现在要求你去和教廷合作 从教堂那边获得亚人交给我 神明已经开始苏醒 维希身边目前有四个亚人觉醒血脉 他们将是神明的容器 不等叶昊从震撼中惊醒继续到 我从凯恩无尽的海洋中抢搏到遗物 可助掌控海洋之力的神明快速苏醒 接着就把海洋三叉神器交给了叶昊 主书他帮助海洋神明苏醒 到时神明会助他一臂之力杀死维希 表示只需找到一个叫海星的亚人 他应该就在维希身边 然后将神器插入他的心脏即可 叶昊点头示意已经明白 然后精神抖擞暗想这次一定要弄死维希 把心爱的圣女若一抢回来 接着黑衣人就使出魔法 给玩家发布了任务王都混战 大王子已经被亡灵转化成吸血鬼 他洋装攻击叫停 实际是想召唤亡灵天灾 让凯恩大陆化作一片亡灵之海 玩家们纷纷打开任务一看 下面还显示着 叶昊早已洞察大王子阴谋 准备将计救济到时给大王子致命一击 接着就是完成任务的各种奖励 装备做起经验和新职业受人的转职资格 丢下主角跑去和大王子结盟的蛙人呆住 这该死的运营方不会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吧 他们这个小群体的玩家 纷纷表示这个任务来得太久 然后一起商量着要不要接这个任务 最后还是领头的蛙人表示接任务 然后到一看那大王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明显一开始就把我们当成炮灰了 然而维希这边还浑然不知 继续当着他的好领子 安心地批改着领地大大小小的文件 这时圣女若一穿着与自己身份 完全不服的仆女装床件 然后寒情迈迈地看着维希 心口不一地道 我是来找你聊聊亚人未来的发展 维希这个大猪蹄子两眼都看着 立马表示你身上的衣服好眼熟啊 你穿成这样确定是来谈事情了 若一满脸不好意思 这是洛丽的旧衣服 衣服尺寸和我有点不搭 绷得太紧了 所以我稍微地改造了一些 话音刚落维希的鼻血就喷咽不出 你这哪是来谈事情 分明就是来勾引我 还说什么绷得太紧 这是想让我当情受私药 然后若一却是一脸坏笑的走向前 轻轻勾起维希下巴表示 我之前答应要成为你的女 你看我现在像不像你的女 在反派领主和若一谈情说爱 互相诉说着乡村土情话时 一大群魔兽敲摸着来到了他的领地 缓慢地围困住他的城池 这天维希为了神秘弹的快速孵化而脱落 只因神秘弹需要吸收大量的魔盒 才能快速孵化 最后维希只能让系统对领东城的玩家 发布了收集魔盒的任务 正在砍树剑房的玩家纷纷收到了细统提示 击杀周边魔兽获取魔盒可兑换精良级别装备 好战的玩家赶紧丢掉砍树的斧头 一脸兴奋地拿起战刀就要去城外寻找魔兽 不多时城外的树林就传出一声声巨鲫 玩家的声音和魔兽的嘶吼声不断传 只见一群玩家正围困住一头二师兄 肉身强大的战士不断地挥舞聚集 使得二师兄一跃而起要冲出包围圈 哪知这正是玩家的计谋 正当二师兄在空中无法躲避时 强大的魔法火头直奔二师兄头颅而去 当二师兄刚落地那瞬间 一把大宝剑砍爆了他的猪脑 一颗火红的魔盒腾空而起 空气中瞬间弥漫出一股血腥味 还有那躁动的火元素能量 男人一把握住火元素魔盒 激动地表示终于集齐三十个一件魔盒了 天黑了我们赶紧回去兑换装备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嘶嘶嘶的声音 待他反头一看 一只九尖狼猪张着血盆大口 对着他撕咬而来 还好他是敏捷的战士 一个大跳躲伏一击 其余玩家看清魔兽的样子 纷纷惊恐到沃曹居然是九尖魔兽 这还怎么打 赶快逃命要紧 刚落地的队长本想着安慰队人 自己人多势众应该有一战之力 哪知刚还大喊大叫的玩家 突然安静了下 惊恐地看着前方 这诡异的一幕 使得队长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沃曹 只见不远处一群密密麻麻的狼族 吓得他们赶紧逃跑 躲在了不远处的乱石堆里 本想一口气逃进城内 却发现兽群居然没有追过来 只见兽群全都身体发出暴躁的能量 这代表着他们的恐惧与暴躁 有玩家分析到这难道是发生了兽潮吗 接着红发玩家颤抖道 队长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害怕 队长却双眼冒光道 凭我三十年游戏经验 这肯定是一个隐藏任务 然后拿出他的大宝剑档 这就是上次无意之间完成隐藏任务的奖 话音刚落队员们纷纷为上来表示 那隐藏任务的奖励真是丰厚 请求队长带着大家一起发财 队长一脸的兴奋让他们放心 有肉大家一起吃 我们先去找附近的NPC 本想找克雷蒙 但他肯定在练兵场 他们等级太低去不了那地 然后就是仆女洛丽和圣女洛伊 但他们肯定在伺候着威胁 那地方更加去不了 最后女玩家分析到 那只能去找古德拜了 把魔兽的暴动情况告诉他就行了 这边轻微队长古德拜正在巡视城堡安全 突然发现前方禁区有大量脚步声 拔出武器就冲了过去 原来是一群玩家 正当古德拜松了口气时 玩家就把受潮的事情说了一遍 古德拜立马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再三询问他们说的是否属实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 立马想到一群群魔兽围困住城池 然后在士兵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冲杀攻破城池的后果 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维希大人的起步 然后向大人汇报情况 可是刚到门口 正准备敲门时 房间里就传来一阵阵女人的欢笑声 回想起前几次因为紧急战报 打扰到维希和仆女洛丽 还有圣女若伊的好事 古德拜就一把遗体 一把眼泪大呼倒霉透顶 被维希惩罚洗了军营一年的袜子内骨 并没可以孵化出可爱娇娘的神奇淡感 竟让男人不顾自身安危 与世界爆殊死搏斗 这天维希正在让若伊体验祖传的盲人按摩手 哪知若伊不仅不夸赞 还表示没有自己的态势手法舒服 眼看维希满脸怀疑 若伊直接推着她的肩膀示意她躺好 定要让她开开眼界 本来维希还想使出蚂蚁上述的手法让若伊体验 但不过若伊想要在她面前表现的机会 只能乖乖地躺好 被迫享受亚人圣女若伊高级别的服务 只见若伊一边帮维希按着肩膀 还时不时询问力度够不够 需不需要加大力度 有没有感觉自己手法越来越精盛 正当维希正在享受态势按摩手法时 古德拜却接到玩家送来的紧急情报 发现城池附近森林有大量受草 正在往城门处集结 请古德拜大人赶紧上报维希大人 深知事态严重的古德拜马不停蹄 就赶往维希寝宫 刚到寝宫门口准备敲门 里面却传出一阵阵女人的欢笑声 使得古德拜迟疑了起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响起 前几次因战报打扰到维希大人的好事 自己被惩罚洗了一年均匀的臭袜子 就在古德拜迟疑中 房间内正在帮维希按摩的若伊 突然感觉一阵晃悶 还误以为是自己捏腾了维希 立马做出一副满脸歉意的表情 连连向维希道歉并表示 接下来会下手轻易 然而维希却是麻溜的起身付诸若伊 闭脸严肃到不是我动物 是地面在震动 好像有什么巨物在靠近 城池外一只巨大的脚掌 刚接触地面 就发出一声巨响 原来是一只深渊恶梦级别的恶龙将 随着他一步步朝着城门前进 地面轻微的震动缓缓 传进了城池内 城墙上的士兵早已吹响 最高级别的战争耗盖 然后让情报员赶紧去 请求内城的支援 这边承受不住压力的古德拜 硬着头皮闯进了维希房间 把玩家们发现的情况 上报给了维希 维希怒骂古德拜延误军情 执行不利惩罚 他在洗一年军营的臭腕子 接着就让若伊去安抚一下亚人组 表示自己要去城墙上 看看什么情况 估计是来了一个大家伙 就在这时系统谈了出来 日常任务已刷新 任务一 杀死求爱的兽龙卡西姆 任务二 消灭被驱赶而来的兽巢 任务三 抢走求爱兽龙卡西姆的财富 维希一脸猛逼 领东城明明没有龙啊 兽龙跑到这来求什么爱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 难道是那颗神秘的蛋 该不会是颗龙蛋吧 而且还是一颗母龙蛋 幻想着孵化出一条小龙娘 到时在收服她成为仆女 维希瞬间就来了精神满脸的兴奋 在内心偷偷地夸赞了一下董事的系统 不多时就来到了城墙 人还在空中就指挥着下面的士兵 让他们配合克雷蒙和贝恩的指挥手 然后调遣玩家和十字军 随自己准备出城迎战 给他们十分钟集合时间 玩家这边纷纷收到系统提示 触发隐藏任务 随领主维希迎战兽朝保护领东城 任务奖励一 大量经验和精良装备 奖励二 击杀怪物最多的五名玩家 可获得领主维希传授技能的机会 不多时迎战队伍集合完毕 刚出城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住 只见一头千丈高的兽龙 缝着眼睛凶狠地注视着她 那磅礴的气势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接着系统声音在玩家脑里响起 跟随维希步伐 他砍兽龙头你们帮兽龙修剪 奖励沐浴龙血机会 奖励修剪大师称号 就在这时维希一马当先 全身爆发出一阵强烈的金光 对着兽龙冲杀而去 上一秒还是威风凛凛的魔兽都军者 下一秒就倒地不起 全身插满了暗器 这天维希为了保住神秘蛋蛋 带领着玩家和世界BOSS决战 只见一群玩家捍卫不死冲向魔龙 对着魔龙的脚丫子就是一顿狂胆 却不知他们的攻击 基本就是帮魔龙饶养的 然而魔龙直接一口火焰喷出 玩家直接消失十几个 接着就是抬起脚丫就对着玩家踩去 眼见他们即将被踩成肉饼 维希及时赶到一把抱住魔龙的尾巴 使劲地往后拉着 魔龙强大的尾巴顺势就缠绕住了维希腰间 反头张开大嘴巴就对着维希喷出一个大火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维希发力挣脱出来 抱着龙尾就朝着魔龙嘴巴戳去 尾巴接触嘴里火球的瞬间爆裂开 魔龙被强大的能量震得眼花投乱 趁你兵要你命一向是维希的宗旨 对着龙头就是狠狠一刀 直接干掉四分之一的血量 魔龙深知不是维希对手 直接就要飞走 这时玩家发力了 拉起锁钩不断地朝着魔龙丢去 虽然单个力量很小 但经不住玩家太多 魔龙直接被玩家牢牢拖住 这时维希直接凝聚最强的技 随着强大的剑气凝聚成一个雄狮母样 维希毫不犹豫对着魔龙劈抗出去 毫无意外魔龙直接被一刀两断 玩家们纷纷露出满脸不可思议 世界boss居然被维希大人秒杀了 接着就露出兴奋的表情 闭脸崇拜看着维希 暗自庆幸当初抢到了反派名额 随后就是沐浴龙穴 玩家们都有不同程度提升等级和属性质 接着就是系统根据玩家贡献程度发布奖励 所有参见的玩家获得修脚大师的称号 当天晚上论坛就是各种沙暴的新闻 各种沙暴获得的奖励 然而主角夜号这事却彻底的黑化 为了获得强大的利润 不被维希甩出太远 他居然私底下抓亚人女人血迹手中魔剑 还设计阴谋发布任务 让玩家护送被洗脑的亚人去献祭恶魔 不多时玩家们就按照地图坐标 把一群亚人护送到目的地 此时一个领头的亚人表示非常感谢他们的护所 任务已完成你们可以离开了 玩家们本来就对这群亚人行为感到不对劲 商量好洋装离去 半小时后玩家们偷摸返回 却看到一副令他们震惊的话门 只见他们齐声呼唤着深渊恶魔 纷纷表示愿意把身体灵魂献祭给他 恳求开启深渊大门 不多时一个邪恶阴森的大门缓缓出现 空气中顿时弥漫出一股血腥味 这时领头的玩家反应过来 兄弟们快去阻止那群亚人 他们多半是被洗脑了 领头的玩家一马当先冲了过去 本想拉着亚人女孩的手就要逃离 马之突然出现一个漩涡 从里面伸出一只血红的拳头 把他击飞出去 接着一个半肉半骷髅的恶魔出现 居然是一只四十级的魔兽独居 刚被击飞的玩家大吼到 你们分几个人去把亚人强行带走 然后通知挖哥前来支援 剩余的玩家纷纷上前群殴着怪物 因为体型原因只能对着他的腿攻击 就在这时一个老六玩家拿起大刀 对着魔兽就是一招断子绝孙剑法 居然发现怪物的血成背的人 连忙大声道兄弟们别攻击腿 都使出断子绝孙剑法 那是他的弱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魔兽都军身上渐渐的多了许多武器 经过玩家们半小时不断的偷袭 魔兽都军的血量终于被生生消耗殆尽 接着就是玩家们兴奋的时刻了 这可是一个小型boss 大伙准备收取战利品 这次赚大发了 就在这时传送门中伸出一个恐怖的爪子 只听见他的一声 玩家们纷纷成为了一个肉饼 直接被猛杀 接着一把抓住那群亚人 缓缓地缩回了那深渊传送门中 他们是帝国魔犯族期 不仅受到过国王的家家 还被帝国子民当成榜样 哪知下一秒男人就在女人毫无防备之下 竟然露出了他那恐怖的獠牙 这天今早挖哥就找到了主角叶浩 表示有一个大买卖想和他做个交易 然后在叶浩那惊恶的表情中 拿出了一个魔兽都军的魔盒 要和他兑换物资 叶浩此刻头皮发麻 自己暗自发布了 附送亚人到深渊传送门那里的任务 怎么现在都军魔盒都被取出来 挖哥看着神情不对的叶浩满脸关心的 叶浩大哥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叶浩立马换出一副笑脸表示 真是为你们感到欣慰 居然都能合力击杀众位恶魔的存在 然后接过魔盒到价值500金币 或者可以兑换5套精良装备 你选择哪种兑换方式 挖哥一脸笑意表明 这是兄弟们共同所谓 带他回去商量好了之后 再来掌明对话 刚转身完互相看不到对方表情时 两人的脸都瞬间黑了下来 只因这枚魔盒是队友付出惨重的代价 全军覆没拼死所得 昨天队友接到神秘人发布隐藏任务 安全护送亚人到森林深处即可 任务奖励每人一只肉屎鸟做起 本来是一个简单且奖励丰厚的任务 却因玩家感觉这群亚人的举动不对劲 他们把亚人送到目的地后洋装离去 当他们再次返回找到亚人时 却是为时已晚 只见他们手牵手围绕着一个魔吻 然后纷纷献祭自己身体和灵魂 硬生生召唤出一个深渊传送 接着一只半骷髅半肉身的魔兽都军传出 空气中顿时弥漫出血腥和邪恶的气息 玩家为了破坏传送 直接捍卫不死地对着魔兽都军发起了进攻 但攻击效果不佳 直到一名老六玩家使出了祖传断子直村剑 才意外发现了魔兽的弱点 接着大家纷纷围绕着魔兽都军的弱点攻击而去 不多时弱点处就插满了暗器 直至三小时的消耗偷袭 魔兽都军最终生命消耗殆尽而死 正当他们收取了魔盒 准备毁掉传送门时 一只巨大无比的魔爪对着他们呼啸而去 只听见一声巨息 玩家纷纷被一巴掌秒杀 瓜哥黑着个脸对着队友到 夜号看到魔盒的反应有问题 但我们没有什么证据 接着表示那个发布任务的神秘人多半就是他 然而队友却是满脸质疑 他不是主角吗 不是正义的一方吗 瓜哥继续分析到咱们的隐藏任务肯定和夜号有关 再然后就是神秘人过度了解玩家 知道咱们不久前失去了座气 最后的结论就是 主角夜号是反派 维希那边把游戏完成了经营模式 咱们这边变成冒险家姐 随后瓜哥打断了他们的讨论 表示到把队友都喊上 我们该去和大王子集合了 接着笑了笑道 伪善的正派主角 坦然的反派领主 这个游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维希这边也在集结着军队 准备去支援大王子攻伐教统 但维希这个老六不知道是去打战还是去享受的 居然还随身带着圣女若依和仆女若依 此时的大王子殿下还抱着小宝贝 在国王画像前悠闲地跳着 听着管家报告说各大领主都在前来的路上 他们可是帝国的模范夫妻 大王子抱着艾七敌路 多来点才好 到时候死了越多 我的计划才越顺利 接着就在艾七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露出了她那锋利的疗痒 不多是大王子红着眼睛 满嘴流着鲜血感受 只有血奴和亡灵才是我最忠诚的朋友 两位可怜的兽娘女仆不仅要学育复制导 还要跟着男人四处征战提升自己的战力 这天维希集结了军队准备前去支援大王子 也不知道他是去攻城打战还是去撒狗粮 居然还带着两位贴身女仆前往 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 终于抵达到大王子的辉宝场 此时会议室里首先是大王子管家一番激昂的拍马屁 感谢各位领主和豪爵的鼎力相助 接着就是介绍敌方目前的军力和布局 要进攻王都就必须消灭 由罗德领蒙特领和公狼领组成的第一道防径 现在安排进攻任务 雄鹰领主和莫斯特伯爵进攻最大的罗德领 因为你们的军队总额最多最强大 接着就直接安排了两个强大的领主 跟随自己的主子大王子进攻蒙特领 典型是想要多一点人当炮灰 最后就是玩家和剩余的王公贵族去攻打公狼领 然而此时的玩家正开着小拆 表示主角夜号不行了 大王子也不行一看就是个小 到时候可能都要去雄鹰领主那边领求生物 此时和维希一组的莫斯特伯爵自信满满表示道 我的军队战无不胜 区区罗德领保证第一时间就拿下 维希黑黑一笑 还是罗德领厉害 到时我雄鹰军队保证第一时间给你加油打气 这时管家拿出传讯水晶表示 你们到达目的地或者有什么突发警察 都可以用这个及时向武汇报警罗 罗德领正要伸手去接 哪只管家直接把传讯水晶丢给了维希 故意要挑起他们的争端 五天后莫斯特伯爵眼看马上到达目的 趁着军队整修时间 暗想有必要去教育一下维希 看着他这个小毛海打战居然还带着两个游物名 每日都是在打情骂俏游山玩水的时间里过 越想越气的莫斯特伯爵想到 工程主力明明数 传讯水晶凭什么给维希 我不仅要抢回水晶 还要把他的女伯爷抢来卵 再把他的军队当作工程的炮灰 行动派的莫斯特伯爵敢想就敢走 大步流星朝着打情骂俏的三人走去 一脸傲然道 你们看到我身后的军队了 维希灵主你要是识相的 现在就赶紧跪下俯首称臣吧 不然的话黑黑 维希瞬间就被他逗了 看着他身后那些普通的士兵 缓缓到就你这样的士兵也就只能当当炮灰 莫斯特伯爵眼看维希不仅没有投降的想法 还嘲讽自己强兵探将只配做炮灰 顿时大怒到你个不知死活的矛头小 老子带兵打战你还在穿开单裤 要不是大战在即我现在就弄死 听到这句话的维希瞬间一脸严肃的响 年纪大了不好好在家养老 居然还要出来打打杀杀 接着就打了一个手势 下一秒莫斯特伯爵就被一根长矛从后背穿透身体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接着就被飞骑士一把铁飞了起 像个死狗一样被高高举起 莫斯特伯爵军队顿时就沸腾了起 大批忠心的将军纷纷怒吼为伯爵大人报仇 杀死雄鹰领主维希 就在这世维希身边不知从哪冒出一群强大的黑暗骑士 骑着战马高举战舰就朝着他们冲杀而来 人还没到那股气势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空气中飘散着一股邪恶阴森的气息 黑暗骑士直挺挺地杀进了莫斯特伯爵军队主 士兵成片成片地被屠杀 当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军被杀光之后 大量的士兵丢下武器跪地求饶 大喊愿意臣服领主大人 为了攻城能有更多的炮灰 维希阻止了黑暗骑士的杀命 接着就笑眯眯地对着两位女徒道 明天就要攻城了 今晚你们可要放我一天的假期 被封印的人鱼泡泡此刻伤心欲绝 不断哀求萨拉放自己出去要死我们一起死 她原本是个安安静静思思文文的女人 此刻却变成了冷血无情杀法果断的杀神 冲进兽群就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双手握着大砍刀大开大盒 打着一群强化的兽人节节败吞 闻着兽人身上的血腥为优业一脸的悲伤 那都是亚人族独有的血脉气息 随着优业仇恨值得飙升 战斗力也忙了一大劲 不断有兽人被他生生打爆 原来这群兽人都是圣殿骑士 服用了教廷的辅助药剂变化者 然而药剂却是拿亚人族血液制作 战斗刚结束维希这个老六就跑了 对着优业就是一顿夸不紧人美心善 战斗力还是港党 随后来到城墙边 看着下方的大乱斗一阵疼难 叫黄老灯灯已逃跑 圣殿骑士已杀光 这场战斗也差不多该结束 在这混乱的战场中 一个毫不起眼的男子不断穿梭 根本分不清他属于哪方阵营 原来他是主角夜号 只见他面目争鸣 眼神充满了杀气 好像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果实头人 萨拉此刻正对着人鱼泡泡发着怒 只因泡泡施展水系魔法时 总有海水浇灭了他身上的 使得他的战力只能发挥一半 就在他们互相诉说着对方时 夜号从天而降手握三叉海洋神器 对着泡泡冲杀人 萨拉眼看危险即将到来 毫不迟疑地抛弃个人恩怨 让泡泡躲进水门里 眨眼的功夫夜号靠近了石头人 然后对着愚人就是全力一击的杀招 萨拉右手抱着水盆就是一个转身 然后抬起左手就要去格挡夜号的攻击 强大的冲击力使得萨拉连连后退 夜号眼看没有一击命中 人鱼暗骂为稀释的老人 居然派出强大的石头保护泡 连连后退的萨拉满是粪米 胸口处顿时出现一个能量球 强大的能量变故全身才占了开 接着萨拉就把人鱼连带着水盆 一起放进了自己心脏 嘴里还嚷嚷到真是麻了 此时夜号又冲杀了过来 在接近萨拉时 他那强大的蓝色火焰让夜号温身难受 但他此时已无退路 要速战速决打败石头 再用神器杀死人鱼三叉神器才会复苏 海洋之神才可降临下来帮助自己 要打败萨拉就必须找到他的弱点 夜号凭借灵活的身法 神爆发出超越自身极限的力量 一拳把夜号击飞了出去 他虽然被击飞 但却是一脸的冷笑 你个该死的石头人 原来弱点就是那个水晶能量球 接下来就该结束战斗了 随后夜号凭借身法的优速 先驶攻击萨拉脚冠结束 在他疯狂地劈砍下一块块小石头 被脊髓掉落 萨拉不断地发出不甘的气候 空有一身本领却发挥不出来 怒骂夜号是个无耻小人 不敢堂堂正正地和自己一战 三分钟后夜号已经差不多 废掉了萨拉的双头 看着萨拉愤怒怨恨 又一脸无奈的表情夜号心情大好 接着就是全力一击粉毁 落在了萨拉心脏中 萨拉此刻全身颤抖 感觉体内的力量在慢慢地消死 整个人被击飞了出去 随着一阵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传出 能量球布满了裂痕 感觉随时都能四分五裂 被封印在里面的人鱼泡泡 此刻伤心欲剧 不断哀求萨拉放自己出去 求你了快放我出去 要死我们一起死 你敢相信青天白日 下一条美人鱼居然来到人类的地盘上 还抱着一个破石头脑袋哭得死去活来 这可把维希看得激动坏了 为了早点去泡妞维希 直接一个终极技能就秒杀了主角夜号 原来这天夜号为了得到海洋之神的帮助 选择偷袭愚人泡泡 只因想要海洋之神降临 就必须激活三叉神器 然而激活神器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神器吸收 觉醒了海洋之力亚人的血液 此刻萨拉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 体内最重要的魔盒都产生了无数的裂痕 可她依旧保护着人鱼泡泡 被萨拉封印在魔盒里面的泡泡 此刻哭得伤心欲举 不断哀嚎恳求萨拉放自己出去 就算要战死也是我们一起战死 眼看萨拉魔盒已经不满了裂痕 夜号满是激动 只要击碎魔盒萨拉一死 人鱼泡泡就是菜板上的鱼肉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萨拉知道自己是男逃一劫 暗中嘱咐泡泡等会 一定要躲在自己排骨里面跌出来 然后对着夜号一阵嘲扶 你心心恋恋的女神 若一现在早已成为我主人的仆女 你就是一个被抛弃的可怜丑 一条活了三十岁的单身狗 夜号被萨拉的语言攻击 深深地击中了要害 那股被藏在内心深处的羞辱感浮现而出 愤怒不已的夜号 直接发疯式地朝萨拉劈卡去 泡泡此时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挣扎着哭泣着哀求着萨拉 放自己出来一起战斗 萨拉就像没听见一样似的 等待夜号靠近时 快速地把泡泡封印在胸腔里 然后从体内掏出磨合 快速地朝着夜号丢去 随着磨合接触到夜号身体的瞬间 顿时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从磨合内部喷涌而出 随着一声巨响 石头人只剩下胸腔以上的部门 夜号早已消失不见 泡泡不知所措 呆呆看着满地的碎石流出了痛苦的眼 脑海里回忆起和萨拉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回想起大石头讲艾泽拉斯的故事 回想起在领东城自己不断地询问各种问题 大石头虽然每次都是一脸的嫌弃 但每次都会耐心地解答 每次自己询问我们是不是好朋友的时候 石头人总是一脸高傲地表示伟大的地狱火灵主萨拉 怎么可能和一个人鱼做朋友 每次自己把水花溅在他身上时 萨拉总是一脸的暴躁说 再有下次就把自己做成考虑船 但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一声巨响消失不见 身在城墙的维希也被远处的声响惊动 顺着声音望去只见远处爆发出一股 连他都难以抵倒的力量 先是愣了愣 随后就满脸惊恐 只因在他的记忆中 萨拉和泡泡正负责那片区域 而且看那蓝色的火焰明显是萨拉爆发出来 接着系统声音就在脑海里响了起来 地狱火灵主萨拉以英勇牺牲 维希直接抱起身边的洛丽嘴里大喊 若伊快跟我来萨拉以阵王快去就泡泡 不多时他们来到战场 只见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眼前 洛丽和若伊不断地呼喊着泡泡你在哪 洛丽直奔深坑底部 只剩半截的石头人跑去 然后使出了他单体治疗效果最佳的魔法 想要拯救一番 然而维希却让他别费力气 萨拉已经彻底死亡 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找泡泡要紧 刚说完维希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主角夜号 此时他正躺在乱石堆里昏死过去 身体还残留着蓝色的火焰 若伊看着自己的前男友满是好奇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杀死了大石头 维希却是想着没收到系统提示夜号的死亡消息 所以猜测他一定还没死 拿出大宝剑就冲上去要补刀 咬牙切齿道杀我属下害我女夫生死不明 今天必要杀你 就在这时洛丽这边传来了好消息 在石头人的排骨下找到了泡泡 而且他只是昏迷了过去没有生命威胁 失去一员大将的维希满是心疼 对着昏迷不醒的夜号狠狠一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若伊也发现了什么连忙招呼维希过来看 一块碎石上面布满了玄奥的纹路 维希心情低落地分析到这应该是萨拉的魔盒 他为了保护泡泡挖出了自己的魔盒 然后自爆魔盒要与夜号同归于尽 此时经过洛丽的治疗 泡泡早已苏醒了过来正抱着萨拉的脑袋低声的哭泣 这本是一具冰纹腐烂的尸体 身体却突然布满了血丝 还有源源不断的低吼从体内传出 维希只是看了他一眼 灵魂就陷入了深深的噩梦中无法自拔 下一秒男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毫无意识拿起自己的大宝剑就准备要抹过自己 这可把洛丽急坏了直接就抱住他的胳膊摇晃 大喊主人你快醒醒你着魔了 若伊也在这关键时刻直接一个瞬移击飞了维希的武器 洛丽死死抱着维希脖子直接施展出超级净化和治疗术 不多是维希意识慢慢恢复了过来 想起刚刚那诡异的一幕瞬间头皮发麻 嚷嚷到多亏了你们不然主人我可能就提前下班了 原来是萨拉为了保护人鱼泡泡当场自暴而死 维希带着若伊和洛丽及时赶到现场就吓了泡泡 但他抱着萨拉的头颅死活不肯离去 气得维希冲到主角夜号的尸体上又补了几刀以表心中的愤怒 眼看这样下去泡泡也会伤心而亡 只能求助系统有没有办法复活萨拉 然而系统的回复却让维希眼前一亮 只因系统表示已经保存萨拉灵魂 只需维希提供所需的材料即可复活 看着伤心过度昏死过去的泡泡 维希终于松了口气只要能复活就好 接着就在若伊东张西望的时候询问系统 复活萨拉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能不能凑齐 系统机械帮的声音响起 需要高级恶魔之心一则星辰钢20万 金刚岩花时10万 然后用神机火焰进行 最最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一名矮人浮大师级别攻击 维希两眼一番表示这不太友好 复活萨拉居然还要用活人当材料 会不会到时出错被矮人强占了身体 系的系统大骂维希就是个传播 矮人工匠不是材料 只是需要他帮忙打造萨拉的身体 维希一脸的尴尬 只能怪系统把矮人列入到材料里 深深地误导了自己的思想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砰的一声巨鸡 然后就看到若伊满脸惊恐不断地后退 好像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袭来一样 维希看着若伊马上就要摔倒连忙上前扶住了 然后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不远处若伊的前男友 叶豪亮亮呛呛地朝着他们走 待他们仔细一看 发现此时的叶豪面无表情 双眼看不到同意 嘴里还不断发出一些听不懂的低红声 维希一脸惊恶叶豪不是死了吗 我亲自上去补了几刀的 然后询问若伊之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若伊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只是感觉那边有古怪怪的能量 就好奇地走过去想要探查一尝 那只前男友就突然乍失站了起 身体上的伤口还流出一些暗红色的血液黏糊糊的 还发出一阵阵恶臭 原来那声巨响是若伊踢飞了萨拉的脚捕食 只为阻止前男友前进的脚步 随后维希就死死盯着不远处的夜号 发现他身体上真的布满了一条条血 还有一阵阵阴森恐怖的声音从口中不断地传走 接着维希就感觉自己的灵魂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一样 越是挣扎感觉就陷得越深 最后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然而现实中的维希突然神情呆默 双手握着大宝剑架在脖子处 就要一刀了结自己辉煌的一生事 若伊满脸惊恐询问维希大人你这是干嘛 能听到我说话吗你可别笑了 眼见情况不对劲 若伊黑着个脸直接一剑挑飞了维希的武器 也就在这时洛莉连忙抱住了维希 边使劲摇晃着他的手臂边大声呼喊 主人 主人快醒醒你中妖术 眼看维希毫无反应 洛莉直接抱着他的脖子就施展了超级净化技能 然后再施展了一个治疗术 不多是维希一时慢慢恢复了过来 想起刚刚那诡异的一幕瞬间头皮发麻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维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灭杀了 就在这时夜号全身冒出一根根像触角一样的血丝 维希嘱咐他们小心点千万别去碰那些畜手 接着就打开了夜号的属性资料 姓名夜号 实力处于56到73级 技能位置 装备位置 随后系统声音传来发现破旧污染 被夜号击伤者极大 请宿主立刻击杀被污染的准备夜 不等他们反应夜号带着那血红的触手 朝着维希他们包裹去 看其目的是准备要把他们一锅端了 维希为了保护两位忠诚的女 一个跳跃来到夜号上空对着她就是一顿羞辱 前男友你好啊若一现在是我的女 到时候满月酒我一定给你烧一份蜻蜜 不多是维希和夜号就打得难分难舍 维希每一刀挥出都会形成一个强大尸头模样的攻击 朝着夜号行去 系统声音突然响起 请宿主使用命运之所禁锢夜号 只需大喊命运之所 时光之所奥利 维希一脸的黑线什么乱七八糟的咒语 严重怀疑系统在公报私仇 居然让堂堂大领主在战场喊出这么弱智的咒语 只因在战场看到一个被捆绑的男人 两位倾国倾城的亚人族美女露出截然不同的表情 在这危险的战场 洛利居然当场放起了花痴 暗自猜测原来主人喜欢这种调调 这天维希为了弄死主角夜号 被系统深深地恶心了一次 只因使用命运锁链的咒语太让人尴尬 被迫无奈的雄鹰领主 硬着头皮小声地把这咒语念了 小声到连看视频的观众都听不到 当然身在现场的若伊和洛利 还是听到了一点点声音 但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脸皮三米八厚的维希念完 那句咒语老脸都微微羞红了一些 眼看咒语以剑笑无数的红色锁链直奔夜号而去 随着嗖嗖嗖的声音传出 夜号被命运锁链牢牢包裹住 紧接着他被牢牢捆住 但这个被捆的姿势有点东西 不是经常打架结设的根本做不到 身为夜号前女友的若伊一脸的古怪 然而洛利却是满脸的崇拜 还嘀咕到主人这手法一点也没退 随后就在若伊满脸尴尬的表情中解释道 主人上次就是这样绑住爱希利亚 没想到维希大人喜欢这种款式 若一眼看洛利即将放发吃连忙打断他 让他上点信虽然主人不让我们参战 但也要时刻关注战场免得出现什么意外 此刻夜号被五花大绑捆住 已经无法在空中飞行被迫降落下 维希一脸的感慨虽然咒语有点恶心 但这个效果是真的厉害 随即就打开了夜号属性面本 姓名夜号 实力40级至42级 技能位置 装备位置 眼看这是进攻的绝佳时机 维希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咄嗦 但行动却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就是全力一击 随着维希攻击落下 夜号身上的血红触手被砍了一刀两断 但下一秒竟然又无缝连接在一起 连触手上的小眼睛都恢复如初了 这可把维希弄得不知所措 本以为毫不费劲就能结束的战斗突然僵持着 若一和洛利看着这诡异恶行的一面脸色都变了 特别是若一暗想和夜号在一起使手牵手的话 顿时感觉胃里一阵翻僵倒好 不多是维希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不仅能消灭夜号还能加强自己的实力和威望 接着就召唤出系统表示要发任务 任务名称给我打 任务目标拯救被污染的夜号 任务限制领东城降临的玩家 然后就是各种奖励连独门绝技特殊捆绑技巧都拿出来 正在城墙赛太阳吹牛的玩家们纷纷收到了系统的新任务 但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内容有点奇怪 要是杀死了主角夜号 那接下来的剧情是不是会发生恒大的能力 此时我们的嘴炮哥却突发奇想有没有可 我们跟着雄鹰领主才是正确的开局 对于凯恩大陆这个游戏来说 我们玩家和夜号都是侵略者 雄鹰领主才是真正的主角吧 边冲向任务的地点边分析道 你们感觉到了没有自从我们加入领东城之后 跟着维希领主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快速成统 不多时玩家们就陆陆续续地赶到了现场 带他们走近时发现夜号居然完全变了父母样 不仅全身长满了触手还到处都是小眼睛 这就让他们更加确信夜号不是主角了 玩家们正准备对夜号发起攻击时 那带着小眼睛的触手直接来到了他们上空 然后发出一阵阵邪恶的声音 随后玩家们纷纷感觉头昏眼障 就感觉像是电脑中了病毒 CPU变得不流畅卡顿了起来一样 对付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夸她 先是夸她外在美然后再继续夸她内在美 你看这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当她被维希夸的星花鹿放时 不仅能让维希大饱眼福 还能免费获得一个战力飙升的美女战士 看着她战斗的表演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许多 维希上一秒发出猎杀夜号的任务 下一秒领东城的玩家就赶到现场和她战斗了起来 但他们的攻击似乎对夜号起不到致命的伤害 只因夜号经过魔化恢复能力太强大 居然还获得断臂秒丛生的技能 随后玩家们就花样百出的尝试 有的用火有的用毒 更有思想恶劣地让女玩家去勾引 维希却满脑子都在想前男友夜号怎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对着维希导 越看她身上金色的三叉戟越像点击中海神的兵器 维希听到居然和古老的海神扯上了联系顿时下了一天 在她的记忆中那可是被称为黑暗行者中的霸子 若一接着到古典中记载着她讨厌烈日和雷电的天气 只因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体内的力量会被压制 记得有一次她惹怒了一个深渊魔主 在烈日下被追杀了一整天 直到黑夜来临时才敢与魔主一战 那一战打了足足八小时胜败位置 维希听到这里暗倒不妙 如果那把三叉戟真是海神的兵器 那夜号必然是得到了海神的力量加持 看着不远处正在被围剿的夜号 维希突然发现她身上的气息更像是深渊的气息 该不会是得到了海神与魔主双重加持 随后维希看着远处的夕阳暗子焦急了起 要是这次不能杀死夜号带她下次出现时 那可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维希突发奇想一脸认真地看着若伊询问她 有没有可能她惧怕的不是猎人 而是那股阳刚的属性 这时一直没有答话的洛丽弱弱地对着维希的 要是按照主人的推断我们应该本来要召唤她 她可是顶级的雷电属性 维希这才想起自己新收的那位发电机仆女 接着嘴巴就像抹了糖似的对着洛丽就是一顿垮 随后在两位美女的注视下 维希用自己独有的联系方式召唤着仆女的样 不多时天空就传来了一阵高速飞行的声音 只见不远处一个黑影全身散发出强大的电流朝着她们急速而来 只听见一阵急速的刹车声音 接着一个红衣双翅膀的女人就出现了在她们面前 维希二话不说直接就对着白药猛的一顿垮 白药小姐姐不仅人见仁爱花见花开 还是雄英领地的空中女王 虽然深知维希肯定是有事情求自己 才心口不一说着违背她自己良心的话语 但维希眼看白药飘飘然起来 立马趁热打铁让她看看身后那怪物 那似不像的怪物严重影响到了白药小姐姐的美丽 女人只是看了一眼就被深深地恶心到了 直接拒绝了维希的暗示 大吼到感觉杀她都会污染了我的雷电属性 眼看白药居然想白嫖自己的夸赞 维希直接眼神一凝就要开骂 若伊急忙捂住了她的嘴巴 接着做出一个拜托的表情的 我们一触控她就会被污染 所以只能靠你的雷电 白药看着维希那满是危险的目光 想到亚人族的未来只能满不情愿地答应一下 雷厉风行的白药直接冲进了战场 充满魅力的她顿时成为了交代 玩家纷纷停止了进攻 惊呼地感叹到第一次看到亚人族的叶尔 可能叶昊是受到白药身上那讨厌的雷电属性缓缓朝着她看去 随后凑在一起小声地讨论着 嘴炮哥说的主角是维希我们是真的行 不然怎么可能能收集到这么多的女友 只见白药大喝一声 双手对着叶昊就施展着自己最强的雷电攻击 准备一击灭杀掉这个恶心的怪物 当你以为男人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抱着这位双翼女神是在秀恩暗示 下一秒男人就露出了獠牙 手握满小腰就像打保龄球一样要把她甩了出去 但好像没控制好方向只是偏了一点点 想要老婆的赶紧祈祷她掉到你家吧 这天维希强行安排白药前来参战 只因她是雷电属性能很好地克制叶昊那邪恶阴森的气息 虽然白药有心反抗但深知维希这个老六卑鄙无耻 最后还是向黑暗势力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最后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不开心 都要以能量的方式攻击在叶昊身上 被魔化的叶昊本就惧怕阳刚之力 在白药飞来的那一刻全身小眼睛就全部睁开 一股股阴森恐怖的咒语从体内传出 玩家们顿时大惊失色 深知她这招能影响自己的抗御性速度 也就在这时正在施展雷霆之力的白药 受到那邪恶咒语的影响身体猛的一顿 强大的攻击居然硬生生打偏了三十能 然而玩家们此刻正意识模糊 大脑渐渐地变成了一片空气 更有意志弱小的早已神情呆幕像一具形势走路 原本准备再次进攻的白药 突然被人一把抓住了手 专心对敌的她被吓了一大跳 随后看着附近的场景冷汗顿时流了水 只见上一秒还是同一战线的队友神情呆幕 双眼不见瞳孔纷纷拿着武器朝自己冲杀而来 眼看玩家被夜号控制的对白药出手 维希在若伊和洛丽满脸担忧的表情中直接暴射而出 随着咒语逐渐扩散周围的士兵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刻古德败虽然头脑清晰 但身体却不受控制朝白药洗 就在这危急时刻维希及时赶劳 古德败看着满眼杀气的领主大人急忙解释自己的情况 表示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随后下一秒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接着维希的声音传来惩罚他继续洗军营一年臭袜子 维希深知这样不是办法 毕竟受影响的都是自己的故事 而且也不可能对他们吓死是 毕竟他们都是被夜号迷失了心智 就在维希一筹莫展十一声怒吼 传来这可是名逼物 只见白药拉着个小脸体妹的雷电散发而出 周围的玩家和士兵直接被电的全身僵硬昏死过去 随着白药周身被雷电属性包裹的那咒语居然对他失去了笑容 接着战场就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 所过之处玩家和士兵纷纷变成漆黑无比的交谈 维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洛丽和若伊好像没受到什么影响 他们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亚人族血脉已觉醒 再加上白药在战场的表现维希越来越肯定 血脉觉醒的亚人对救神的咒语有很大的抵抗性 接着想到救神之所以选择血脉觉醒的亚人当作寄生容器 八九不离时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近乎完美的抵抗人 为了一趟究竟维希大声呼唤着若伊和洛丽 让他们过来一下有事情需要他们帮忙 本就有着绝世容颜和近乎完美身材的良女 手挽着手朝着维希走了过来 特别是调皮的洛丽还扭来扭曲 维希故作镇定地安排他们的任务 你们快速地将附近的战士带到百里外的地区 然后洛丽用净化术驱散他们的诅咒 当确定他们体内的诅咒彻底被清除就让他们远离此处 话音刚落 洛丽直接抓着洛丽的尾巴飞奔而去 只因嫌弃洛丽的速度太慢 毕心想着早点完成主人安排的任务 此时白耀早已在战场杀疯了 所有碰到他的士兵都成了卷发黑脸的名字 维希看着自己成片成片的战士倒下急忙阻止了他 解除战斗模式的白耀顿时变得娇小可爱情 维希此时完全没有欣赏他的心情 直接询问到你是不是有个大招叫电厂复杀 得到白耀确定的答案后 维希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让白耀直接使用这个技能把夜号覆盖住 这样他的咒语就无法扩散开 看着被咒语控制的士兵团团保护着夜号 白哥示意自己不伤害他们的情况下无法冲过去 维希直接把他拉了过来表示自己有办法 随后一把抱起了白耀对着他露出一个和蔼可亲的笑容 白哥还是第一次被主人当着无数人的面抱起来 心中顿时有了一股恋爱的感觉 哪知下一秒男人就露出了獠牙 手握着自己的满小腰 然后做出一个专业打宝灵球的姿势 经过三五次来回的孕炼 维希大吼一声把手中的小宝贝甩了出去 随后一脸兴奋地看着自己的节奏 然而此刻的白耀只感觉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以高铁般的速度朝着夜号飞去 心里早已问候了维希阻上千百遍 树立的是我受伤的还是我 你们要是还有那么一点点良知就应该早点把我拉住 然而男人却没有丝毫要救他出来的想法 甚至还露出一个诡异恐怖的表情 这是维希和主角夜号的宿命之战 为了杀死被魔化的夜号 他不惜让三位女仆亲自出战 此时若伊正在战场不断地游走 只为救走被夜号用咒语控制的战士 每当碰到那恶心的触手阻止时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触手整理 每救走一个战士都会交给洛丽 让他使用净化技能消除战士体内的子状 随着最后一个战士被救出 若伊随着洛丽快速地远离了战场 眼看他们达到安全范围内维希 拿出一个节戒抽卷从朝着夜号手去 接着大吼让白药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 抽卷刚到夜号上空顿时炸裂开了 随后形成一个节戒牢牢地把夜号困死在其中 被困在其中的夜号顿时就感到了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朝着节戒不断地发起强大的攻击 嘴里还时不时发出恐怖阴森的吼叫 也就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白药双手一推 整整蓄力了十分钟的雷电攻击 直接朝着夜号喷远回去 先是节戒秒破碎 然后就听见一声惊天巨星 然后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 让人直接睁不开双眼 不远处的维希深深地被白药的权力一击震撼住 看着因攻击力太强大 地面直接被震得出现了一条条裂口 维希幻想着要是白药攻击的是自己 那自己是否能承受得住 八九不离时自己会变成一个被电熟的考验 此时白药来到维希身边眼看他居然毫无表示怒骂他没良心 自己为他拼死拼活的战斗居然都得不到一句夸解 眼看战斗结束若一和洛丽也急忙跑 看着正在对着维希发火的白药问道 夜号被你彻底击杀了吗 但浓烟渐渐消散 只见远处一具模糊的尸体挺着地上 一把三叉戟深深地插进了他的胸膛 随后维希一行人小心翼翼地靠近 胆小的洛丽躲在维希身后探着小脑 看着早已变成干尸的夜号 维希感慨不如 堂堂的命运之子主角夜号 居然就这么地变成了一条命 接着维希就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连忙召唤出系统询问到夜号还没死痛 怎么杀死夜号任务的奖励还没发放 反应迟钝的系统这时才弹出提示口 恭喜宿主完成杀死命运之子夜号的任务 第一阶段死亡已成功避开 世界线位发生巨大改变 圣女若一成功地存活着 随后系统表示夺回一些规则 奖励维希完整的神秘水晶 只见空中一个神秘的水晶凭空出现 维希看着完整的水晶眼珠子直接红了 这奖励实在是太给力了 内心激动的他连落力的呼叫都毫无反 突然想到以前完成任务都有抽奖 连忙又询问这系统是不是在偷奸耍花 自己现在不主动开口连提示都不出来 然而此刻的系统发出吱吱吱的电流声 断断续续的焦急催促他们赶紧离开 上一秒还是春风得意的维希 这一秒顿时冷汗流了出来 只因冷静沉着的系统从未如此 接着他们三人就感觉前方发生了异常 只是看了一眼他们纷纷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 只因一股邪恶暴躁强大的能量不知何时形成 随后叶昊的身体一声巨响传出顿时四分五裂 强大的冲击波不断地朝着远处戏去 维希连忙用大宝剑插入地面 稳住身形然后一把暴住了络里 若伊也是有模有样地学着维希 然而反应迟钝的白药小姐姐被击飞了出去 0.001秒后能量消失不见 维希看着满头大汗的若伊连忙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回过神的若伊上下检查了一番 表示自己没有受伤只是有点脱力了 然后看着破烂的衣服表示布料质量不行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 出力的是我受伤的还是我 你们要是还有那么一点点良知就应该早点把我拉出来 男人只因三天没和他拨拨拨 女人居然跑到战场找到男人就张牙舞爪讨厌说 男人只好使出渣男惯用的技能 表示自己最近为了协助大王子宫打王都叫停早已淡尽两绝 经过男人半小时的诉说和道歉 女人终于是不再那么无理取暴了 但看他的样子也不会轻易把羞 这天白哥为了帮主人维希杀死叶浩 拼尽全力逼得叶浩自爆而亡 然而强大的爆炸力直接炸飞了他 毕是清醒却早已历劫的白药被狠狠地倒摔在地面上 想爬出来却有心无力双腿不停地来回踢着 维希这个老六居然先是拍照发了个朋友圈 才慢悠悠地把白哥救出来哪只刚出土的白药救了 不止 大骂维希狼心狗肺居然这样对待帮他上阵杀敌的功臣 随后表示刚刚的爆炸把叶浩的眼珠子掉进了自己嘴里 早已把苦水吐出来的的白药还是觉得恶心不宜 张开小嘴就要饶自己的喉咙 只阴在呕吐物里面没看到眼睛 看着毫无形象的白药维希直接闭上双眼 若一干大地安慰着白药让他等会回去多刷刷牙就好 就在此时维希突然一阵原来是系统恢复了正常 提示声源源不断地在他脑里响起 恭喜宿主得到半块神秘水晶 恭喜宿主获得浩天使降灵召唤卷一张 奖励已发放系统升级中 维希看着手里的半块水晶当场就问候了作者八九年 上一集还是一整块水晶的奖励这一集直接就减半了 然而此刻的若一确实呆呆地看着这块水晶 总感觉好像很面书一样 随后才想起这不就是前男友身上那块水晶的一半 维希回想起刚刚夜号突然的自保 很有可能就是两个恐怖的意志在抢夺这块水晶 系统背后的存在最终也就抢到了半块 深知自己的渺小维希没有再去积极 随后盘算着这半块水晶应该足够自己再召唤五千名玩家 想到今后能有五千名能不断成长的炮灰战士 维希的心情顿势好了很多 随后就看着浩天使临时召唤卷的戒指 居然恐怖地达到了九十级还是热衷于战斗的天使 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战斗半小时 维希深深被系统这波操作震撼中 这可是传奇级别的天使 要是召唤出来基本能横扫整个凯恩大陆 但这该死的系统居然帮他取名叫什么浩天使 这召唤出来难免会让若伊回想起不开心的事情 回想起叶浩和若伊是前任的关系 维希就想到了自己和曹操的怪癖怎么那么的相似 甩掉脑海里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维希盘算着今后和大王子的争斗肯定不会很远 误认为身边的是洛丽顺手就放在了他头上 本就对维希严重不满的呆药 顿时张牙舞爪对着他就是一顿撒波爽 大骂维希没功德心自己明明是最大的功臣 最后居然什么也得不到 维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连忙使出了渣男绝技 先是找了一堆借口表示自己最近为了战事心力憔悴 然后又对着他发誓今后一定补偿他 白药这才气鼓鼓的没有再找他麻烦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想得到维希的夸奖和小小的奖励 本想奖励他一个啵啵啵 但想起他吃过叶昊的眼珠还没刷牙顿时转身就要离去 看他转身的那一刻白药直接就爆发了 一击雷电术从天而降朝着维希的脑瓜子来 不等被电成黑包拯的维希回过神 白药就气冲冲地飞走了声音从远处传来 大骂维希就是过河拆桥的渣男 洛丽虽然心疼维希但也是一脸的责怪 主人你这次做的事真有点过分 维希饶饶头表示最近压力有点大本 想逗逗逗活跃一下心情 哪知没把握好多都够活 随后询问他们接下来的战斗怎么办 若一深知维希此刻的难处 和叶昊这一战虽然得到了很多奖励 但目前被叶昊杀死的战士也是不计其数 看着被自己和洛丽救出来的小部分士兵此刻还在昏迷中 就算能清醒过来估计短时间也不能参战 就在这时维希灵光一闪 这不就是个好机会吗 我们趁机退出战场 装死然后养精蓄锐坐山光虎斗 这样很有可能最后的大赢家将说 这几个老六在干嘛应该不言而阅 维希和洛丽的表情还正常 但若一那小表情简直是绝了 王都深处安娜胜于此刻正在祭拜着一条石龙雕像 正当他双手合十前程跪拜着石龙时 外面传来一阵阵喧哗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 被打扰的安娜黑着个脸怒到哪怕你是教皇大人 但打断神圣的祈祷也是间接地对补神不尽 然而教皇却是告诉他现在外面战士此机 大王子用瘟疫和召唤亡灵大军已经攻下了火攻城 还有那个雄鹰灵主也是个硬骨头很是强大 你现在血脉觉醒到什么阶段 安娜直接使出了体内的虚无火焰表示道 已经触摸到第二阶段的了 但想要突破还是太难 必须要用时间的积累去慢慢感悟 教皇身之外面情况危急 为了让他早点突破二阶血脉觉醒召唤古神将领 直接询问他需要什么帮助 自己活出去也要完成 安娜一脸虔诚地看着石龙缓缓道 想要得到战争与火神的帮助 就去打一场惊天动魄的大战 虚无火焰照耀在石龙的周围 让石龙变得更加邪恶与阴森 还有就是他们既然迫不及待地想了胜利 那就直接让他们来王都决战吧 然后一脸的期待 倒是王都将会变成一个大型的脚肉场 而这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感动 待觉醒二阶血脉 我将会成为我主最完美的一切 随后催促骷骷髅教皇 赶紧去加深战斗的激烈程度 越激烈死伤越多 我感悟的速度将越快 待骷髅教皇离去后 安娜靠着石龙上轻轻地擦着灰尘 低声道主人放心 道我很快就能成为您完美的灵情 大王子这边因为有一个亡灵大法事 在战场死去的士兵 源源不断地被召唤成亡灵 此刻亡灵大军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 只因亡灵大军数目过于庞大 只能驻扎在城外 恐怖的嘶吼声源源不断从大军里传来 城墙上的管家看着那恐怖的亡灵大军 正劝说大王子让亡灵大法事别再召唤了 要是中途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失控了那将是一场火灭 然而大王子轻蔑一笑道不可能会停止 失不失控都一样 要是真的失控 到时将会有更多的战士变成亡灵大军中的意义 随后默默地看着城外不远处的亡灵大军 缓缓道 他们可都是我的好伙伴 也将是我最忠诚最勇敢的战士 这时大管家终于明白了过来 一脸焦急地询问大王子殿下 您怎可成为死灵的部下 大王子一脸冷笑表示 当然是为了活下去 而且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 大王子伸出充满力量的双手咬牙切齿的 原本的我是毫无天赋的废物 但自从成为死灵王的部下 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实力 现在的我要夺回失去的一切 哪怕让整个世界变成亡灵的世界 我也将会成为新的亡灵帝君 大管家毕竟是人类不想大王子成为帝国的罪人 正要劝说他时却被大王子打了 体内的洪荒之力喷涌而出继续的 只因我不够强大从小就饱受欺凌 八岁就被父皇从王都赶出来 名利上是赏我城池封我领地 但实际上却是让我无缘皇位 随后一脸冷漠地看着大管家你跟随我多年 现在我和你也算是坦诚相待 你是否还愿意继续跟随我 管家深知大王子早已无回头路 然后丝毫未犹豫在三宝正自己一身都忠于殿下 怨赴天下人也不会辜负王子殿下 第二天清早大王子就来到了王都 身在空中 王子和城墙上的教皇互相打着口水战 教皇一脸感慨 我真是没想到一向都是以草包出名的大王子 最后居然给我带来了一份这么大的惊喜和意外 被一语击中要害的大王子 怒骂他就是神明养的一条恶举 是不是骨头吃多了没吃到肉 把自己变成了这副狗的样 骷髅教皇也被他那刻薄和精烈的语言被激怒了 两人不约而同就对战了起来 强大的力量从体内喷涌而出 却不知道远处有几个老六正拿着天文望眼镜 偷偷地瞄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还时不时地点评几句 精通淳语的若伊一脸的惊讶真是没想到 大王子居然是个吸血苦 维希这个老六此刻一脸得意不愧是我选的位子 真是会当灵绝顶一览中山下